第421章洗澡水 二哥 你 你这是建议勇为啊 王国才拍马屁道 英勇可嘉 白龙道 不算建议勇为 他偷的就是我看的厕所 那也是 王国才还想继续拍马屁 得了 又拍不下去了 他心里无奈起来 自己想要在马屁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什么就这么的难呢 总是让他的马屁神迹无法施展开来 林凡吐槽 不对啊 你他妈看的厕所 他偷你们厕所啥 白龙看了过来 你们别说 那小偷是真狠啊 竟然进去偷马桶 马桶 林凡黑着脸 现在小偷都混得这么惨吗 白龙点头 我他妈也纳闷了 妈的 你说好端端的 来偷什么马桶 穷疯了吗这是 后来我和他英勇搏斗的时候 不小心掉 说到这 白龙摇头起来 算了 往事不堪回首 不提也罢 随后 他双眼中曝露出强烈的光芒 看向王国才 来 说说你今天怎么样 白龙心里在呐喊 自己已经如此惨了 他想要听听这俩人今天的惨状 这样才能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王国才开口就说 挺累的 刚去就收拾了一群小混混 然后莫名其妙当了那一条街环卫工人中的大哥 非不让我扫地 我想做点什么事 就不让我干 又给我买水又给我买可乐的 王国才说 对了二哥 你看的厕所在哪条街呢 西路二街啊 白龙下意识地说 王国才打了个响指 拿出电话 拨通后 老刘 西路二街明天扫干净点 嗯 对对 就这样 挂断电话 王国才摊开手掌 没办法 人在哪里总归都会发光的 白龙气得把浴缸中的水泼向二人 两人急忙躲开 林凡喊道 喂喂 白龙 你出气归出气 别拿粪水泼咱俩啊 白龙咆哮 这不是粪水 这是我的洗澡水 洗澡水 洗澡水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白龙这个样子 林凡和王国才是惹不起的 惹极了 人家一大缸的粪水 过不对 洗澡水泼来 他俩还是真是无法招架得住 惹不起 多总成了吧 两人急忙开溜 我俩在小区门口的凤翔餐馆等你 就屋子里这股胃 让他俩在房间中吃饭 反正他俩是吃不下 他们来到小区门口的餐馆时 这里基本上已经快要满座了 两人急忙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没过多久 洗完澡的白龙黑着脸走进了餐馆 他这刚一进来 一股煞气凛凛的风就吹了进来 不少人瞬间没了食欲 急忙负账走人 白龙坐到林凡和王国才的身旁 他俩急忙坐到桌子对面去 林凡指着白龙 你别靠近了啊 能跟你一桌 已经是讲兄弟情分 关系要是稍微差点 我直接能一脚给你踹出去 我 这时 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端着一碗肥肠面 坐到了白龙身旁 然后吃起了面 三人面面像亏 什么情况 林凡冲白龙使了个眼色 白龙开口问道 哥们 你是什么人 我 被询问的人抬起头 笑呵呵地说道 就个吃饭的 哦 这人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啊哥们 我平时就好一口肥肠 但这家老板洗得太干净了点 丝毫没有肥肠的原滋原味 说到这里 这人在白龙身旁狠狠地吸了口气 随后将肥肠丢进嘴里 这才是正宗的味道 滚 白龙黑着脸 你看他们都这么嫌弃你 我不嫌弃 白龙 滚 行行行 走就走 但谁稀罕啊 这人急忙走开 老板热情洋溢地拿着菜单来到桌前 几位顾客吃点什么 按理说 白龙身上这股胃 多影响老板的生意啊 换其他老板 恐怕早发火了 但现在情况特殊 很多桌的客人都是点了菜 闻到白龙这股胃 急急忙忙付钱走人菜都还没做 白赚这么多钱 老板能不高兴吗 三人点了一些饭菜吃了起来 正吃着呢 突然 林凡察觉到有一股目光正盯着自己 他朝外面看去 马路的对面 之前在墓园中看到的男人双眼依然死死地盯着自己 你俩先吃 林凡站了起来 朝着马路对面就冲去 可好巧不巧的是 这时候一辆客车开来 林凡急忙停下脚步 等客车从面前开过后 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怎么回事 王国才和白龙也急忙跟了出来 向林凡问 林凡皱眉起来说道 没什么 回去继续吃饭吧 他心中更加疑惑 那家伙是什么人 为啥会盯着自己 林凡唯一能够确定的便是 那个家伙这样盯着自己 应该是和徐光子有关 毕竟在徐光子出现前 并没有这样一个怪人 三人吃完饭后 林凡也没心情回家 倒不是别的原因 主要是那股胃 林凡还真扛不住 白龙倒是破罐子破摔 自己回去了 而王国才 这家伙把鼻子一堵 其实不呼吸也死不了 两人也是折腾了一整天 直接回家休息 而林凡 则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公园中 散步起来 整个公园中 环境优异 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特别是此时接近晚上 凉风一吹 让人精神抖擞 浑身舒服 林凡正散着步 突然 看到公园的湖边 站着一个美女 恰好还是熟人 徐光子 她头发披散 微风吹过的时候 头发会散乱不少 不过她并没有在意 双眼盯着湖面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林凡刚好心中有困惑的地方呢 走到了她的身旁 笑着说道 怎么了 有心事 徐光子看到林凡 有些意外 你怎么在这 下班随便逛逛 挺巧的 这不就遇到你了吗 林凡笑着说道 随后问 话说回来 你这千金大小姐 一个人出来逛 也不带个保镖 就不怕换进门的人来找你麻烦吗 第422章神秘人 听到这 徐光子脸上露出笑容 就是因为怕换进门 所以来到省会 听说 最起码换进门的人 不会在省会 明目张胆的对我动手 总比在家中安全点 这倒是 林凡点头起来 在徐州市内 东南西北 加上自己有四个巡查史呢 虽然巡查史一般来说 只是斩妖除魔 不会管换进门 和天心道馆的事 但若是这两个市里 明目张胆的抓人 或者闹事 石方丛林这边还是会出手对付 总而言之 比徐光子家所在的城市 要安全得多 当然 这也只是相对的 能和我说说你和幻境们的事吗 林凡问道 如果是平时 林凡可不会闲着没事来问这种事 但纳德盯着他的人 让自己感觉很不舒服 他隐隐感觉 自己或许因为某种原因 已经牵扯进了徐光子的事情之中 不管怎么说 先了解一些前因后果总是比较好的 徐光子听了林凡的话 沉默了片刻 说道 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 幻境们要杀我 我也很奇怪 听说是有人花钱在幻境们发布的任务 林凡奇怪地问 你的罪过阴阳界的人 能在幻境们发布任务 那基本上就是阴阳界的人了 徐光子摇头起来 也没有 那个高兴啊 林凡顿了顿说 虽然提起你过时的恋人不太好 但如果是他得罪的人 徐光子依然摇头 不可能的 他 他家庭条件很差的 林凡一听 微微点头 即便是普通人能和阴阳界接触 那也是非富即贵 普通的人 很难接触 更别说家庭条件差的人了 林凡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能和我聊聊有关那个高兴的事情吗 当然 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徐光子说到 没什么不方便的 之前不也给你说过了吗 高兴啊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很奇怪的人 奇怪 徐光子说 当然 并不是说他就是阴阳界的人 高兴他从小就是孤儿 无父无母 家庭条件很差 因此性格也颇为懦弱 他很喜欢哭 读书的时候 经常被老师一吼 就能大哭一顿 那时候是小学吧 我家庭条件太好 班级上也没有人喜欢搭理我 林凡点头 这倒是 小学跟高中 大学不同 不会因为你家有钱什么的 就对你态度好 反而 你家庭条件太好 很容易受到排挤 毕竟有可能自己同学身上的一套衣服 是自己父母打工一个月的工资 徐光子继续说到 这种情况下 倒是高兴很喜欢和我聊天 而且喜欢欺负我 当然 事后我才知道 其实他我是想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力 否则这么懦弱的人 怎么敢欺负别人呢 徐光子苦笑了一下说 他还喜欢和我聊他的梦想 梦想 林凡疑惑地问 徐光子点头 没错 他很喜欢开车 喜欢玩越野 而且不是像普通富二代那样 是为了炫耀 或者跟风 他是真的喜欢开车 在高中的时候 我本想给他买一辆车 可却被他拒绝 反而自己勤工俭学 不分昼夜的打工 自己买了一辆木马人 木马人 林凡突然想起了徐光子的作家 也是木马人 而且 看到林凡的目光 徐光子笑着点头 嗯 那辆车就是高兴的 我玩越野 其实更多的原因 是想找到当时和高兴在一起时的感受罢了 其实一切都发展得很好 我父母很开明 并没有因为高兴家里条件差 就嫌弃人家 反而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成熟 稳重 徐光子说到这 怀念般地说 我父母可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爱哭鬼 这个高兴怎么死的 林凡问 毫无征兆 他就是个普通学生 突然一天 死在了家中 警察的鉴定结果是他自己掐死了自己 徐光子皱眉 但怎么可能 我让父亲去让熟人调查 可熟人拿到的坚定结果 也是这样 徐光子靠在栏杆上 看着湖面 以前高兴经常带着我去越野 和我聊他的梦想 他还有很多很多梦想 可是都已经消失了 徐光子说到 林凡站在一旁 说 你一定很爱他吧 徐光子重重地点头 当然 那就期待奇迹吧 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呢 林凡安慰道 没办法 徐光子这一脸憧憬怀念的模样 自己总不能说 啥人死不能复生 煞风景的话吧 听了林凡的话 徐光子笑着摇头 你不用安慰我了 林凡说 其实我和你聊这么多 是因为最近有人一直盯着我 说到这里 突然 林凡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感觉 他猛地回头一看 之前那个神秘人 竟然就站在两人身后不远的树下 你究竟是什么人 林凡朝着这棵树就冲了过去 铜树 万花生莲 幻境门的人 林凡心头猛地一跳 这人双眼中 迸发出了威力恐怖的紫色光芒 朝着林凡便射来 他朝着一旁躲去 而这道紫色光芒到徐光子身旁的时候 却停了下来 他闭上双眼 随后睁开 说 幻境 混 说完 林凡和徐光子身边的环境猛然一变 他俩原本在公园之中 周围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沙滩 旁边还有黑暗汹涌的海水 不断拍打在沙滩上 你究竟是什么人 林凡看向站在沙滩上的神秘人 你不必知道 反正你们都得死在这 这神秘人声音冰冷地说道 他话音刚落 这片漆黑的海面 慢慢走出一道道人影 这些人影体型看起来 和正常人无异 高矮胖瘦都有 可浑身漆黑一片 跟影子一模一样 神秘人说道 只要你们被突入影子之海 便能变成影子 永远都再不能离开 林凡看了一眼这些影子 念道 是令 天兵上行 要挟悟尽 第四百二十三章高兴 林凡念完法诀 手中一道福禄 直接朝着这些影子甩出 一道金色的结界 直接挡在了二人身前 夺我身后 林凡压低声音 对身旁的徐光子开口说道 徐光子点头 急忙躲在了林凡身后 林凡手中出现了青云剑 盯着这些 从所谓影子之海中 走出来的影子 让林凡没有料到的是 这些影子竟然毫无阻碍地 穿过了这道结界 没有受到丝毫的阻拦 林凡心中一臣 不可能啊 要说妖魔太过强大 将这道结界给击碎穿过 林凡还能信 可现在 这些影子竟然就这样 毫无阻拦地就穿过了结界 这道结界甚至没有给影子 造成任何阻碍 并且结界也没有受损 依然在那里完好无损 林凡面色沉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他忍不住看向了这些影子 除非这些影子不是邪碎 才有可能出现目前这样 不能挡住结界的情况发生 可这群影子 这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说他们不是邪碎 谁特么姓啊 林凡双眼冰冷 朝着这些所谓的影子便冲去 手中的青云剑直接朝其中的一个影子 踢去 但这一剑确实落了个空 林凡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接着 这影子竟然朝林凡的影子 一脚踢去 碰了一下 林凡感觉到了自己的胸口 好像被锤子给狠狠地击打了一番 林凡被这一下打得一连后退好几步 甚至半天没有缓过进来 什么东西 直接攻击自己的影子 林凡猛地看向不远处的那个神秘人 自己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功法啊 那个神秘人脸上面无表情 双眼仿佛看死人一样的盯着林凡 这个时候 更多的影子 朝林凡便袭击而来 这些影子 全部朝着林凡脚下的影子攻击而去 刹那间 林凡便被连续被这群影子给打得伤痕累累 太怪异了 林凡心里忍不住咒骂 还带这样玩的 自己打不到这些影子 这些影子却能攻击到自己 这还玩个屁啊 那个神秘人脸上带着神秘 淡淡的笑容 突然 徐光子看到这个笑容 那双眼睛 他浑身一震 这样的笑容 这双眼睛 他再熟悉不过了 高兴 这人的双眼 和笑容 和高兴 和高兴实在是太像了 高兴 徐光子忍不住喊道 神秘人 神秘人皱眉起来 他瞥了 徐光子一眼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徐光子说道 你的样貌或许会骗人 但这双眼睛 我认得 说完 徐光子朝着高兴就冲去 住手 你再靠近我 信不信我杀了你 神秘人冷声道 那你就杀了我吧 徐光子义无反顾地冲 神秘人冲了过去 可直至他来到神秘人面前 神秘人也没有出手 徐光子猛地抱住了他 果然是你 要是说 之前他跑来 只是一种猜测 那么这人没有对自己出手 那么他的心理已经确定了 眼前的这人 便是高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明明已经死了 还是我亲自给你买的目的 而且 徐光子心里一大串的疑问 甚至是一大堆 想要对高兴说的话 是我 神秘人目光微微闪烁 终于是承认了 果然是你 徐光子抱得更紧 说道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本领 你为什么没死 高兴没有回答徐光子的问题 反而是淡淡地说道 我是回来杀你的 杀我 徐光子摇头起来 不可能的 高兴说 幻境门中杀你的任务 就是我发布的 我怕自己对你动不了手 所以让其他人出手 林凡在不远处 正在被这群影子围殴 看着徐光子竟然和那个神秘人抱在了一起 而且听到了他俩的谈话 他心里真特么无语了 自己招谁惹谁了啊 当然 这俩人此时显然已经忘记了林凡的存在 徐光子听了高兴的话 沉默了下来 他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高兴 双眼中 充满了不相信的神情 他不相信高兴会杀自己 他俩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之深厚 绝不是普通人说能够想象到的 高兴看着徐光子的双眼 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我 我 徐光子死死地抓住他的手 如果你真的能杀了我 你已经动手了 对吧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 高兴突然甩开了徐光子的手 捏紧拳头 大声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喂 我说 你俩要谈心 能不能先把我这里的问题解决了 林凡急忙喊道 高兴目光冰朗 死死地盯着林凡 林凡看到他这双眼睛 急忙解释 喂 你别误会 我有喜欢的人 和徐光子没有任何关系 这点可得赶紧贴亲 万一高兴真是这样认为的呢 林凡救过我 徐光子道 况且我们两人的事 和他无关 放了他吧 高兴一挥手 这些影子瞬间消失掉了 林凡这才松了一口气 若是继续下去 恐怕他就会忍不住使用御剑术了 虽然自己被这些影子给纠缠 不能直接去攻击高兴 但遇见之术 哪需要自己亲自过去 传说中的那些剑仙 不都是什么千里之外 取敌人首级吗 当然 或许这是有点吹逼的成分在了 但林凡几十米之内还是没问题的 这事和你无关 滚 高兴声音冰朗 显然对林凡充满了敌意 徐光子回头看向林凡 你先走吧 这件事和你无关 免得你牵连进来 林凡刚才被影子锁缠住 徐光子下意识地认为 林凡不是高兴的对手 我走了 万一他真想杀你的话 林凡开口 徐光子开口道 林凡 谢谢你的好意 若是他的话 死在他的手中 我也不后悔 只要他真能下得了决心杀我 高兴声音冰冷道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会杀你 徐光子笑了起来 你说呢 其实你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吧 第424章好一点 高兴冰冷着脸 我没有做过那种事 徐光子说 我最开始玩越野的时候 每次要出意外 可莫名其妙 总是不会出车祸是你帮的吧 高兴没有说话 徐光子道 好 不说以前 就说前不久 在那座山上 路边下雨打滑 我的车差点滑落悬崖 也是你出手帮的我 高兴终于是忍不住说道 你一个女孩 好好的 玩什么越野 难道不知道这很危险 因为你喜欢 徐光子 需要杀死最喜欢的人才能继续大成 他知道后 默默地以假死的方式离开 他想 自己只需要去另外寻找一些人 喜欢上他们 再杀死就行了 可结果却发现 他办不到 他办不到心里装着徐光子 还去喜欢 爱上另外一个人 当初他一无所有 徐光子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他 总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的 高兴捏紧拳头 转身便走 而周围的景象 瞬间消失 他们又回到了湖边 看着高兴离去 徐光子想要追上去 林凡却在后面抓住他的手 你现在追上去是没用的 徐光子仿佛找到救命稻草一般 回头看向林凡 林凡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 为什么会这样 他想要在林凡这个 同样是阴阳界的人身上找到答案 可惜的是林凡对他摇头起来 他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 对于这个 我也不清楚 徐光子微微咬紧了嘴唇 林凡看着高兴离开的方向 淡淡地说 只不过这家伙的功法 是真有点邪门 明明看起来是幻境门的人 但那影子的功法 却绝不是幻境门的法门 虽然还不知道 那个邪门的功法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林凡隐隐能感觉到 绝对不是简单的东西 我先走了 徐光子有些失落 他在看到高兴重新出现的时候 欣喜若狂 可现在 心情极为复杂 看着徐光子离去的背影 林凡拿出手机 转身来到湖边 吹着风 给袁安顺打去电话 每过多久 电话接通 袁安顺在电话那头问 怎么了 林凡 火葬厂的工作 做得可还顺利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事 说好的保安 袁安顺说道 我可没骗你 你过去难道做的不是保安的工作 林凡心里骂了一声老王八蛋 自己倒好 科技公司的老总当着 他们三人 一个火葬厂看大门 一个看厕所 甚至还遇到小偷 自己掉粪坑里 还有一个扫大街的 三哥们 一个比一个惨 混得最好的 恐怕就是扫大街的王国财了 你说这他妈叫什么事啊 林凡说 行了 现在懒得跟你扯 问你个事 我今天遇到点事 林凡简单将遇到的事说了出来 袁安顺听完后 在电话那边沉默了破酒 你遇到的这个是吧 原因很简单 那小子修炼的是隐门功法 隐门功法 林凡脸上露出好奇之色 那是什么 袁安顺在电话那边说道 隐门是在唐朝的时候出现的 功法怪异 难以破解 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自己的影子 和他所照出的影子打 但人家就是玩影子的 影子灵活无比 而普通人 哪懂什么运用影子的办法 隐门之中 最高心法 是隐绝大法 隐绝大法便是要杀死自己最心爱的人 然后夺走心爱之人的影子 用来跟自己的影子所融合 会练出极为恐怖 强大的影子 林凡皱眉 竟然还有这样诡异的功法和门派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袁安顺说 当然哥 隐门在出现的时候 就引起各方的警惕 后来正道 妖人 妖族三方联手剿灭了隐门 林凡奇怪了起来 既然这个隐门如此诡异 你听到了不惊讶 按理说 十方丛林的工作方式 突然遇到了这样一个隐门的人 袁安顺好歹地露出惊讶 然后立马问林凡在什么地方 接着跑来解决掉高兴才对 袁安顺说 得了 我这忙着呢 更何况 隐门传人这种人 除非是功法大成 否则很难对我们十方丛林造成什么威胁 甚至他有可能还未成长道 足以让我们十方丛林重视的时候 就已经被其他势力给解决掉了 更何况这些年 陆陆续续 都会偶尔有人得到隐门的功法 出现在江湖之上 有什么大惊小怪 又不是惠玉剑术的阴阳师出现了 那咱们十方丛林不管这事 林凡问道 袁安顺说 咋了 你喜欢那姑娘 不喜欢啊 林凡答道 那不就行了 你着急个屁呢 要是他滥杀无辜 四处杀人 我们会处理的 袁安顺说 我这忙呢 先不说了 林凡问道 大晚上的 你忙什么 袁安顺叹了口气 由衷的感慨 你是不明白 我这科技公司老总也有很多应酬 陪合作方喝酒之类 哪有你当保安清闲 更何况还是火葬场的保安 多悠闲 林凡黑着脸 那要不我俩换换 袁安顺说 别了 这当科技公司老总 也是任务 兼具重大 而且辛苦啊 你暂时呢 老老实实看 找火葬场保安 要是工作出色呢 我可以考虑给你调到好一点的地方当保安 林凡心中一动 问 好一点是指 袁安顺说 兵仪管 林凡黑着脸 妈的 我 袁安顺 我不是说了就好一点麻 又没说好很多 你激动个锤子 我忙 先挂电话了 第425章中二病三人 这王八蛋 林凡看着已经被挂断的手机 摇了摇头 心中解惑后 林凡朝着自己住的地方而去 至于徐光子的事 林凡目前是不打算管了 高兴要杀徐光子 徐光子还乐意让人家杀 这一个怨打一个怨爱的事 自己能说啥 他可没这么闲 也没那么圣母 不是那种看到点是就非得管的人 回到家中 屋子中虽然还飘荡着淡淡的香味 但总归比最开始的时候好很多了 王国才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剧呢 林凡问 王国才 白龙呢 二哥他睡了 说要养金蓄锐 说明天要是那小王八蛋还来偷马桶 一定带住他 王国才说 林凡无语 直接报警 让警察叔叔去抓小偷就行了啊 王国才摇头 二哥说这是丢人 必须的亲手抓住小偷才成 那小偷偷过这里一次 难不成人家还有吃回头草的习惯 林凡说道 除非那小偷缺心眼 王国才嘴巴朝白龙房间门口拱了拱嘴 反正咱二哥挺缺心眼的 这倒是 早点休息 我先睡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说完 林凡回屋休息 早早地睡下 第二天清早 三人打着哈欠下楼 林凡一打量 这可不行 好歹三人也不是普通人 这福德性 得把志气给磨平 喂 我说 打起点精神 林凡看着他俩颓废的样子 伸出手 咱们是隐藏在民间的高手 记住 咱们就算是当保安 厕所收银员 扫大街 那也得做好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对吧 说得好 王国才急忙鼓掌 拍起马屁 白龙一听 也是听起胸膛 说 说得对 今天我一定要抓住 那个王八蛋 来 林凡伸出手 三人站成了一个三角形 三只手搭在中间 加油 林凡说 奋斗 王国才 抓小偷 白龙大声地说道 此时 一栋楼转角杵 两个大妈嗑着瓜子 聊着天 哎呦 黄姐 你这皮肤可真嫩 看起来跟六十岁的小姑娘似的 瞧你说的 我都六十三了呢 看着可真是一点都不像 像六十二的 你这嘴可真是甜呢 哎呦 小杨 听说你孙子考上哪个学校了 对对对 新东方 哎呦 好学校啊 一听名字就大气 多少分能上啊 不要分 要钱 好学校啊 两个大妈正在进行晨间的商业互吹 为晚上居委会的多人商业互吹做准备 积累经验 就在这时 两人耳边传来歌声 浪奔 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两人朝着传来歌声的方向看去 他俩面前的那条路 林凡 白龙 王国才三人不乏整齐 熊啾啾气昂昂的朝前方走去 王国才扛着一个不知道哪寻的便稀式音响 估计是哪个扫地老大爷带着没事听的 三人齐刷刷的走过去 抬头挺胸 那股气势 简直是阴气逼人 黄姐 哎呦 这三个小伙以前没看过啊 这气势 怕是大学生吧 杨姐 就是就是 俩人也好奇地跟了上来 三人气势汹汹地走到小区门口 在小区门口进出的人 都忍不住看向了他们三人 林凡当然是黑着脸 没办法 之前是他提出要打起精神来的 自然要配合这俩人的重二病 三人相对而战 王国才抱拳 大哥 二哥 所谓一屋不扫 可以扫天下 接下来 我要以扫天下为大任的工作了 白龙也同样抱拳 目光严肃 大哥 三弟 但是龙城飞将在 不叫狐马度阴山 林凡黑着脸 我 我真要说吗 两人认真的点头 林凡犹豫半天 看着周围围观的人 得 你俩赶紧去吧 我走了 林凡离开后 他们二人也雄啾啾气昂昂地离去 周围的人讨论了起来 黄姐和杨姐来到一个熟悉的八卦大妈旁 这三人干啥的啊 说话都一溜一溜的 一扫大街 一看厕所 还有一个火葬长小保安 且 人群顿时传来一片虚声 妈的 这气势 还以为是要上战场啊 林凡路上不断地思考一个问题 白龙是个傻子加重二病 这他是知道的 毕竟以前还能吼出自己是造物主的人 现在看厕所 吼个不叫胡马度 阴山倒也不足为奇 倒是王国才 好好的一个马屁精 愣是被白龙给带歪了 唉 林凡心中传来深深地叹息 都说傻子会传染 不知道自己还能抵挡白龙的传染多久 来到保安亭后 牛鼠已经来了 牛鼠坐在保安亭中 手拿保温杯 杯中怀苟起 心中更有失和远方 他双眼直勾勾地看着火葬场中的那扫地大妈 摸着下巴 似迷你的样子 这老光棍 林凡坐到牛鼠旁边 盯啥呢 牛鼠目不转睛地盯着扫地大妈 猪大妈老伴去世了 前几天就搁着烧的 我看人家猪大妈一个人现在孤苦伶仃的 这样 你刚好也来了 帮我看着 我去帮人家扫扫地 你这真是闲的 林凡忍不住笑道 没想到牛鼠的抽屉中 竟然还拿出了一朵玫瑰花 他叼在嘴上 说小子 作为过来人 教你一招 爱情是追求来的 看好了 牛鼠说完 往猪大妈走去 猪大妈老伴去世后 牛鼠叮烧叮好久了 总算是鼓起勇气来到猪大妈面前 那个 小猪啊 你看今天的月色 不对 今天早上的太阳挺不错的啊 牛鼠说着 取下手里的花 送你的 猪大妈一听 皱眉 干哈玩意呢 送这玩意 花了不少老钱了吧 牛鼠点头 这当然 我花十块钱买的呢 猪大妈叹了口气 你也知道我老伴刚过世 你这送我花 我也不能收 是不是 牛鼠一听 点头 理解 理解 但你一番好意 我也不能不接着 这样 干脆中和一下 你直接给我十块钱 就当你送我朵玫瑰花了 猪大妈笑容满面地说道 林凡站在不远处 看得目瞪口呆 还有这种操作 第四百二十六章跑了 林凡在不远处 看着 心里忍不住暗道 牛鼠这家伙该不会真的同意吧 让林凡没有想到的是 牛鼠竟然憨笑着 拿出了十块钱 猪妹子说得在里 猪大妈收了钱 喜笑开眼 牛鼠看到猪大妈的笑容 心都快融了 猪妹子 你要是喜欢 以后我天天给你送 别送花 糟蹋钱 直接把钱给我就行了 心意都一样对吧 猪大妈说道 对对对 猪妹子真是节省了 牛鼠夸道 林凡看得目瞪口呆 这家伙竟然还真答应下来了 特么的 很快 牛鼠美滋滋地跑回保安亭 敲着二郎腿 叼着根烟 今天的太阳圆又圆 今晚的月亮弯又弯 你念啥呢 林凡问 牛鼠说 念诗啊 林凡无语地看着牛鼠 有这首诗吗 就在这时 突然门口来了一堆人 一个个手中还拿着木棍 你们干什么的 林凡皱眉起来 刚想上前阻拦 保安亭的牛鼠已经冲了出来 林凡一看他这冲出来的架势 心想 果然是老保安 反应就是快 没想到牛鼠拉着他的手 就将自己拽回保安亭 然后将门给反锁 你这是 林凡看着牛鼠 牛鼠敲了林凡的脑袋一下 你疯了 那么多人 还想去拦着 不是牛鼠 咱们不是保安吗 林凡无语地看着牛鼠 牛鼠道 咱们俩人 抓小偷估计都费劲 更别说这么一帮子人了 那他们 林凡问 咱们就不理了 刘鼠说道 哎呦 你看外面 二三十个人 你出去打 林凡心里嘀咕 要不是你拦着 我还真的去挡一下 小林 我教你两个做保安的不二法诀 做瞎子 做笼子 林凡无语 那要保安来做什么 刘鼠说 所以你还是太年轻 给你两千块的工资 你还要拼命呢 别管了 闹起来也不关咱们的事 看着浩浩荡荡 已经走进火葬场的人群 林凡问 你说这好好的 这群家伙来火葬场闹事做什么 旁边的牛鼠说道 好像是昨天晚上 他们送过来的亲人尸体丢了 这不来闹事吗 丢了 林凡愣了下 好端端的 尸体怎么会丢呢 一般来说 来火葬场是直接进焚化炉 也不会停留太多时间 怎么可能出现尸体丢失的情况呢 刘鼠道 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吹得挺神的 尸体是昨天晚上运来的 然后吧 他的声音压低了几分 小声地说道 说出来恐怕你都不相信 据传 是那具尸体自己跑哥 呃 林凡愣了下 自己跑了 可不是咋的 刘鼠点头 你说 这火葬场 你说尸体搞丢了 甚至被人偷了 好歹有点可信度啊 但咱们火葬场给人家的回复是 尸体自己给跑的 这些家属这不就炸毛了吗 听到这 林凡脸色沉了下来 忍不住看向火葬场的方向 尸体自己跑了 刘鼠看到林凡脸色变了一下 怕吓到他 急忙安慰 不过啊 尸体怎么可能自己跑丢了麻 肯定是火葬场这群工作人员不小心弄丢了尸体 故意编的 李叔这群工作人员也是傻乎乎的 买带面粉 给这些家属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非得说尸体自个给跑哥 听着牛叔的话 林凡问 咱们这 晚上是谁值班呢 牛叔说 老李 你还没见过 回头介绍你认识一下 你给他打电话 让他今天晚上不用过来值班了 我帮他值班吧 林凡开口说道 牛叔上下打量了林凡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有贡献精神麻 为啥不我职业班的时候 你帮我值班呢 想试试晚上待在火葬场是个什么感觉 林凡笑着说道 很有啥感觉 大半夜还不是各地的逝者来着焚烧 有时候后半夜这里都锣鼓震天呢 热闹得跟过年一样 没想象中那么阴森恐怖 也是 火葬场虽然看似吓人 可运送来的尸体 基本上都是当即烧了 家属带走 不像殡仪馆 林凡道 我就体验一下 牛叔拿出手机 说道 喂 老李 告诉你个好消息 这不新来了个小铃麻 我琢磨着他新来的 历练一下 让他晚上值班 嗯 对对 客气个啥 行 回头请我吃饭啊 挂断电话 牛叔笑容满面 牛叔笑容满面 又当了好人 还混了顿饭 能不高兴吗 林凡无语地白了牛叔一眼 给白龙和王国才打了电话 让他们晚上不用等自己吃饭后 躺在港亭中直接睡了起来 而牛叔则躲在港亭中 看着火葬场内闹事的人 愣是不敢开门过去 林凡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五点多 他伸了个懒腰 这觉睡得太多 反倒是弄得有些腰酸背痛 醒啦 牛叔看着醒过来的林凡 说 那我就先下班了 你顶着 说完 牛叔急匆匆就跑了出去 林凡打了个哈欠 他开始还有点奇怪 这牛叔难道有事 这么急着下班 往外面一看 人家猪大妈刚好下班呢 牛叔这是去追求老年爱情去了 林凡则靠在港亭中的椅子上 看了一眼火葬场里面 之前闹事的人群已经离开 正常的偶尔会有车队运送尸体过来 那具跑掉的尸体 对于牛叔来说 倒是可以当作一个悬疑故事厅 林凡则不这样看 他想着等晚上的时候 再看看情况 靠在沙发上 随手拉开柜子 里面倒是有不少书籍 一看封面 林凡无语起来 牛叔这老家伙怎么近看些鬼故事啊 火葬场里面上班 也不怕甚得慌 他随便拿着一本书 翻开一看 有喝 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火葬场的保安 遇到美女厌鬼的故事 难怪牛叔这么喜欢 这代入感十足啊 林凡随便翻看了两页 丢到一边 看不进去啊 他索性靠在保安亭中 闭目养神起来 颇为悠闲 第427章经开源 做火葬场的保安呢 就有这样一个好处 闲 什么家属闹事之类的 你躲着不出面也成 人家顶多抱怨几句 但不会轻易开除你 主要是开除了另外找保安 多难找啊 就今天这架势 换成其他的地方 保安躲起来 估计领导当场都得让这保安收拾 铺盖卷滚蛋 看牛叔这轻居熟禄的架势 恐怕躲起来也不是一次两次 这么简单了 天色很快暗淡了下来 火葬场倒是一直没有停歇过 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来 晚上的火葬场 倒正如牛叔所说 到处都是鞭炮的声音 林凡这一晃 就到了凌晨两点 此时来焚烧尸体的已经很少了 后半夜来烧尸体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死的时辰 或者各方面的原因 有专门的人算过 需要在后半夜烧 而另一种就是缺心眼了 要不然谁特么后半夜来烧尸体啊 林凡打了个哈欠 开始巡夜 当然 换成是牛叔 绝对不会做巡夜这种事 不是哪个小偷都缺心眼对吧 偷厕所那的奇葩暂且不说 谁没事 好端端的跑来火葬场偷东西 关键是没啥好偷的啊 但想着白天牛叔说的话 林凡想要看看 那个跑掉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刚走出保安亭 此时 火葬场的一个管理 名叫黄大华带着一个穿着黄色道袍 二十多岁的青年走进了火葬场 这黄大华带着金边眼镜 西装革履 在外面走 估计谁都得以为是个职场精英 哪能和火葬场的管理联想起来 黄管理 林凡喊道 小林啊 你职业班 黄大华微微点头 说 年轻人 不错 好好干下去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这是黄大华给林凡打气呢 好不容易来了个年轻人到他们这当保安 可不能轻易地让林凡给跑哥 那我去寻夜了 林凡点头 等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徐州市本地的大师 金开元大师 黄大华指着后面 穿着道袍的青年说道 金开元被着手 虽然看起来很年轻 但却一脸的老成 他微微对林凡点了点头 有理了 呃 林凡愣了下 是这样的 你带金大师进去逛逛 黄大华笑着说 林凡问 是之前尸体自己跑了的事情 黄大华一听 沉着脸 年轻人 要相信科学 哪有什么尸体跑了的事情 那是迷信 放心 黄大华可是生怕将林凡这小年轻给吓跑了 毕竟昨天晚上那具尸体 太诡异了 根据监控 那具尸体自己动了起来 而且直接一流烟的就跑没了影 虽然说干火葬场工作的 听说过不少诡异的事情 但现在看到 经历到了 那又不一样了 着实将黄大华给吓得半死 赶紧请了这位金开元大师过来 金开元淡淡地说道 五爱 区区一点小问题 只不过你知道我的规矩 赤诚之后 您的五万块是跑不了的 黄大华堆笑着道 当然 我也会先支付一点定金 说着 他拿出厚厚的一叠钱 一脸先锋到古的金开元一看 双眼闪烁 这定金是先付 这里 黄大华促起了手中的钱 促了半天 最后依依不设地抽出了五张 这是五百块钱 五百 金开元皱眉 你知道行界吗 斩妖除魔 五百块定金 听到这 黄大华心头咯噔一声 那 大师您要 金开元心里嘀咕了起来 说 最起码一千 否则免谈 林凡在旁边目瞪口呆 还以为这位大师要师则大开口呢 这也太掉价了吧 金开元心里也有些忐忑 一千块对于他而言 已经是师则大开口了啊 他还生怕把黄大华给下口了 黄大华皱眉 这都还没办事 拿这么多 要不 要不八百 底线了 金开元道 林凡站在一旁 看着黄大华 这人明显是骗子啊 他总不会还真会给钱吧 好歹是这么大火葬场的负责人 应该不会这么脑抽吧 可让黄大华却点头 行 八百就八百 随后他仿佛割肉一样的又拿出三百 递给金开元 大师啊 这钱都是烧尸体赚来的辛苦钱 知道了 知道了 金开元抓住三百块 没想到黄大华舍不得松手 黄大华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三百 大师啊 这三百可不是小数目 您看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 肯定马到成功 斩妖除膜拜 金开元抢一样的抢走了黄大华手中的钱 黄大华看向林凡 小林 你可得看好大师 跟着他 直到斩妖除膜结束 这显然是怕金开元跑了啊 金开元皱眉 大师风范 不喜道 黄管理这是不信任我 若真是如此 简直是对在下的侮辱 这不是不相信你 黄大华急忙解释 这不是派个跟班给您 回头好拆遣麻 金开元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那个什么小林是吧 跟我走吧 说完 他被着手 往火葬场里面走了进去 黄管理 我感觉这人不太靠谱啊 林凡小声地对一旁的黄大华说 黄大华 我又不是瞎子 这不让你看着他麻 小心点 别让他给跑了 既然如此 何必找这样一个骗子呢 林凡说道 万一是有真本事的呢 反正给八百块 也不算多 黄大华笑黑黑地说道 就这八百块 还想物美借连 而且就黄大华刚才给三百块那的信 能指望回头争给五万吗 恐怕就算那个所谓的金开元大师 解决掉了问题 这家伙也不会给的 这还真是黄大华内心所想 他看着金开元的背影 心想 妈的 斩个腰 除个魔 要五万 那么这家伙是穷疯了没见过钱吧 看好他 要是他跑了 你赔八百给我 黄大华说完 转身便走 要不是害怕那的会跑的尸体 他非得亲眼盯着金开元不可 第四百二十八章还是太年轻了点 林凡无语起来 只能是跟了上去 跟在金开元的身后 金开元被着手 在火葬场周围溜达了一圈 回头一看 林凡跟着呢 他咳嗽了一声 你 过来 咋了 林凡走到他旁边 金开元拿出钱 猝了四百给林凡 来 拿着 我有事就先走了 哥们 你这是空手套白狼啊 啥也不干 白赚四百 林凡说 金开元道 哎呦 这小林同志 我这不也是生活所破麻 你回头就说 我找了个机会溜了不就成 这四百你拿着 林凡白手起来 我们黄管理说了 你要是跑了 这八百从我工资里面扣 林凡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你他妈是想拿着我的钱跑路 这 金开元小声地问 你们这尸体自己长腿跑了 到底是真的假的 就刚才我们黄管理那抠镜 你也看到了 就拿的信 假的话 能花八百让你过来吗 林凡说道 行了 把八百给我 自己走吧 这种江湖骗子数不生数 林凡也懒得和他纠缠 这 给我留一百行吗 金开元吞了口唾沫 我这不能白来一趟啊 辛辛苦苦跑着来 那我是不是还得给你说 辛苦你了 林凡问 金开元一下子跪在林凡脚边 呼嚷 大哥 你就放过我吧 我上有老 下有小 着急用钱啊 我这生活也不容易 下面八个孩子要我养啊 你配猪仔的 养八个 林凡摆了金开元一眼 金开元说 哎呀 说来一言难尽啊 我已经缺钱好久好久了 我饿得不行 这样 给我留五十 林凡瞪了金开元一眼 滚犊 你可怜可怜我吧 你是不知道我生活有多么的不易 我之前甚至都落魄到去厕所偷马桶了 结果特么一个破厕所还有人看门 金开元说 林凡一听 死死的看着金开元 无语 这么巧呢 白龙想找的人 跑到自己面前来了 金开元继续说道 没想到那家伙缺心眼 追我 自己跳毛坑里了 我原本想今天再去试试偷 你猜那家伙怎么着 妈的 看个厕所 旁边放了把杀猪刀 你说 至于吗 他叹了口气 发现说这么多 林凡还是无动于衷 他问 小林同志 你倒是表个态啊 看厕所那缺心眼的 是我朋友 林凡说 金开元一听 愣了下 这么巧 他干咳了两下 行 那你可就别怪我 咱们也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吧 这钱 你给我也得给 不给 我也要 而且是全部 林凡冷声 怎么 想和我动手 这家伙也不颠良颠良 金开元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 林凡感觉自己能一脚踹飞他 我和你拼了 金开元说着就解开自己裤子 就剩下一个内裤 还准备继续脱 且嘴里大喊 强X啊 这保安要强X我 快来人啊 强X大男人 罕见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光天化热朗朗乾坤 我草 林凡忍不住骂道 还有这样的骚操作 闭嘴 林凡骂道 八百块给不给我 不给我 我继续拖 继续叫 金开元一脸胜利者的笑容 兄弟 我劝你 八百块把自己名声搞臭 真不值得 我也就看你年轻 不容易 换成别的有钱人 我还得敲一笔钱呢 林凡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您啊 借道是不用了 金开元说着 自己穿起了裤子 林凡无语 果然还是老话说得好啊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怕的精神病的 赶紧滚 别让我下次看到你了 林凡骂道 金开元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又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可最终 还是他 金开元获得了胜啊 并且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颇为艰辛 甚至让他使用出了必杀剂 但这必杀剂果然好使 突然 一旁的草丛中 慢慢走出来了一个浑身苍白的老人 老人穿着花花绿绿的兽衣 双眼茫然 嘴里还吐着浊气 哈 老人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并且缓慢地往金开元所站的地方走了过来 喂 老头 搞啥呢 金开元皱眉起来 不断地后退 你这不会就是昨天跑掉那个吧 金开元猛地看向林凡 双眼中也是露出惊恐之色 林凡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点了点头 我 我你嘛 金开元心脏狂跳了起来 他吞了口唾沫 喂喂 你快上啊 你不是这里的保安吗 你不是来降妖浮魔的大师吗 林凡笑着说 对 对 对 我是大师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金开元手站抖地拿出一把街边卖的 十块钱一柄的桃木剑 他大吼一声 朝着面前的这个尸体便冲去 我和你拼了 吼 老人嘴里发出吼声 妈啊 金开元转身躲到了林凡后面 我还有八个孩子要养 不能死啊 林凡白了金开元一眼 走上前 来到这具尸体面前 这尸体身体僵硬地朝林凡抓来 林凡轻易躲过 手掌在尸体的后颈除猛地一拍 顿时 这具尸体嘴里冒出了一股黑色的煞气 随后 尸体浑身一软 倒在了地上 这具尸体倒不是修成了什么尸煞 只是被窜了一口煞气 甚至连妖魔鬼怪都算不上 哥们 你这 牛啊 金开元看得目瞪口呆 这么恐怖的一具尸体 被林凡这随意一拍就解决了 他双眼绽放着金光 然后想到了什么一样 跑上来 抱起地上这具尸体 乐呵呵地就往火葬场里面跑 这欢乐高兴的程度 就跟新郎抱新娘一样 他大喊 来人啊 去通知你们皇馆里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让他赶紧给钱啊 林凡看着激动无比的金开元 耸了耸肩 跟着往里面走去 他心中暗道 这金开元还是太年轻了点啊 真认为那皇馆里会给他钱吗 天真了 第429章起起伏伏 此时 火葬场内的一个小房间中 一个冰冷的铁床上 躺着一具老人的尸体 这个老人身体已经冰凉下来 肌肉也开始发僵 房间中 黄大华看着床上的这具尸体 开口说道 金 金大师 这真是你抓回来的 黄大华可是亲眼从监控里面看到这具尸体仿佛流烟一样 把腿就跑 可现在 这具尸体又重新摆放在自己面前了 金开元脸都快笑烂了 他看着黄大华说道 黄管理 这可就不是我吹牛了 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金开元上可九天揽月 下可海底降龙 抓这么个玩意 但是我就往他后脑轻轻一拍 就给这独自给拍趴下了 金开元将林凡怎么解决掉这个尸体的过程 全程揽到自己身上 黄大华鼓掌 好好好 不愧是金大师 之前我都有亲案 大师还请不要见怪 不见怪 不见怪 金开元问 那这尾款 什么尾款 黄大华双眼愣了下 随后一拍自己额头 哦 你说那四万九 对 黄大华 你说这巧不巧 刚才我刚带着钱出去 在外遇到一伙抢劫的 把我拖下车 将钱全部给抢走了 金开元黑着脸 有抢劫的人 闲着没事跑火葬场来抢劫吗 林凡心里嘀咕 你这不招摇撞骗的家伙 也来这了吗 总之 现在要钱 是肯定没有的 黄大华笑着推了一下自己鼻子上方的金边眼镜 金开元说 你这是要赖账 黄大华 我这可不是赖账 我有说不给吗 说不定明天 后天我就给你了呢 无赖 金开元皱眉 死死地瞪着黄大华 差不多就得了 自己走吧 林凡终于是开口了 就现在黄大华的态度 显而易见不会轻易地将钱给出来 不管金开元怎么闹 都是没用的 行 你俩合伙起来欺负我是吧 金开元气喘吁吁 胸口不断地起伏 做事就要解皮带跟他们俩人拼了 别别别 黄大华被吓了一跳 毕竟在黄大华的眼中 金开元可是能将这只尸煞给抓住的能人 万一真有什么特殊本领啊 黄大华说 这样 再给你加一千 咱们就两清了 否则免谈 金开元心里也明白 继续纠缠下去 估计这一千块钱都不一定能有呢 他点头 这还差不多 给钱 很快 金开元将钱拿了 美滋滋地赶紧溜走 小灵 这个尸体 真是那黄大华给抓回来的 黄大华皱眉问 毕竟金开元浑身上下每一处地方 都洋溢着骗子的气息 林凡听黄大华如此问 无语了起来 你说这黄大华 如此不相信金开元 为啥还要找他过来帮忙解决啊 林凡点了点头 也没说话 行 你先走吧 黄大华摆了摆手 然后看着自己面前的这具尸体 林凡直接回到了保安亭之中 翘起二郎腿休息了起来 解决了这具尸体的问题 林凡倒也可以好好休息了 第二天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 牛叔便来了 他笑着说 一晚上没睡好吧 感觉怎么样 还成 林凡伸了个懒腰 点头说道 我先回去休息 牛叔说道 嗯 明天早上再过来吧 好好休息一遭 牛叔只当是林凡之前好奇 晚上火葬场是个什么模样 林凡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外 买了两袋包子 回到了屋中 白龙和王国财政躺在床上酣睡呢 林凡踹了两下床 喊道 醒了 赶紧的 马溜的起床了 听到林凡的喊声 这俩人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 给你俩带的早饭 吃了赶紧上班去 林凡将包子丢给他俩 白龙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 打着哈欠 拿起一个包子丢进自己嘴里 怎么了 色迷迷的看着我干啥 白龙白了林凡一眼 谁色迷迷的看着你了 林凡白了这家伙一眼 随后说道 不过我告诉你个事 你可别激动啊 说拜 什么事 白龙打了个哈欠 我昨天遇到来你那偷你马桶的那孙子了 林凡说道 刚说完 白龙浑身一阵刷的一下 从他的枕头下面拿出了杀猪刀 双眼红通通的盯着林凡 那孙子人呢 看着白龙手中的杀猪刀 林凡无语 赶紧收起来 随后 林凡将那个精开源大带的情况给白龙说了一遍 听完后 白龙问 不是我说 林凡 你就这样让那孙子给跑了 怎么不把人给我抓回来 我弄死他压的 白龙一脸凶神恶杀的说道 林凡拍了他额头一下 神经病吧你 人家偷个厕所 你还准备杀人了 白龙大声说道 偷厕所是小事 但他千不该 万不该的偷我看的厕所 我是谁 我可是妖的造物主 神的使者 未来妖国的国王 李家造物主好端端的去看厕所 林凡翻了个白眼 白龙说 不是有句话唱的好麻 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 其起伏伏很正常 你起的时候是造物主大人 伏就伏到看厕所 这起伏也有点太大了吧 王国才打着哈欠站在门口 说着还往自己嘴里丢了个包子 白龙开口骂道 滚滚滚 特么的 林凡站在一旁 笑着说 赶紧去上班吧 白龙跟王国才吃完包子 俩人便出门 林凡冲白龙提醒 你别把那杀猪刀带上了 你一个看厕所的 老老实实看厕所就得了 好端端的 带什么刀 别把人吓得不敢上厕所 不行 要是再遇到那孙子 我弄死他 白龙恶狠狠地白手 你别管了 看着白龙这傻不拉几的镜 林凡也是无语地耸了耸肩 待他俩离开后 林凡也闲着没事 躺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昨天虽然值了个夜班 但还不算太困 看似是保安 其实就是安排个人在保安亭里睡觉罢了 第430章给我个机会 保安做得这么悠闲 估计也是独此一家了 林凡看着电视中 无聊的儿媳逗婆婆的电视桥段 这都多少年老掉牙的套路了 电视剧还是屡试不爽 播来播去都是这个套路 看着电视 突然 门口响起敲门声 林凡眉毛一皱 谁 他们来这里也不久 没什么朋友 难道是袁安顺有什么事要找自己 但也不对啊 如果有事 他直接给自己打电话不就行了 林凡心中疑惑 打开门一看 竟是金开元站在门口 金开元满脸堆笑 手中还提着几根香蕉 小林 在呢 林凡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金开元穿着一身破破久久的衣服 林凡问 我说你是来干啥呢 昨天晚上还真是谢谢你了 这不给你提点水果来表示感谢麻 金开元道 林凡 你还真是不怕死啊 我那朋友天天带着把杀猪刀 就是想带住你 金开元咳嗽了一声 说道 说起来吧 偷马桶那是 是我不对 不该挑你朋友看的那个厕所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得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更何况你还给我带东西过来 说着林凡贴了一眼金开元手中的水果 就带这么点 金开元尴尬地说 是少了点 这不是个新意麻 小林同志你既然看不上 那我就不送了 回去带给家里的孩子吃 林凡黑着脸 还有这样玩的 感情这家伙抠得连这几根香蕉都舍不得送呢 林凡 行了 你特意找上我 是有什么事 直说吧 金开元说 我进屋说吧 别 就站在门口说就可以了 林凡抬起手 他是对金开元的必杀技有点心理阴影了 万一进屋对自己用他的必杀技 回头讹自己一笔钱呢 对于金开元这样的家伙来说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金开元点头 行 是这样的 我看昨天小兄弟你啊 伸手不凡 简直是强的不行 我就琢磨吧 要不咱们合作一把 捞笔大的 大的 林凡奇怪的看着金开元 金开元点头 我联系上了个富豪 这富豪家里出问题了 我带你去 然后咱们五五分账 林凡白了他一眼 我要靠这个赚钱 不能自己赚 为啥的带上你呢 金开元急了 说 大家一起致富麻 相逢便是缘分 香蕉呢 你自己带回去 靠着这个赚钱 我没这兴趣 林凡说着就要 关门 等等 金开元急忙挡住门 我急着用钱 你要是不帮我 我就 我就 说着 他双手就放到了自己皮带上 一脸威胁地看着林凡 林凡翻了个白眼 你这是赖上我了 金开元 给我个机会 林凡 怎么给你机会 金开元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林凡 好啊 去和白龙说 金开元 那就是要让我死 金开元黑着脸 心想 就看厕所那神经病 不就是偷他个马桶吗 而且都还没偷到 天天带着把杀猪刀 骂道 神经病 林凡是真不想跟着金开元掺和到一起 他说 你想赚钱 就老老实实找个地方上班 随随便便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钱 天天这样坑猛拐骗偷 金开元说 我有苦衷的 几千块钱 根本养不了家 我家八个孩子 等着我拿钱吃饭呢 他们上学 吃喝拉撒 兜得用钱 金开元抓住林凡的手 昨天我就看出来了 你一定是个好人 所以 帮帮我 我 林凡还没开口 就这一次 不然 金开元左右看了看 吼道 来人啊 妈的 闭嘴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真是君子好惹 小人难缠 他说 行 就这一次 多谢小林同志 多谢小林同志 金开元满脸笑容的点头起来 林凡无奈的看着他 问 什么个情况 简单点来说 就是给我做跟班 我联系了个富商 林凡黑着脸 得 准备什么时候去 金开元笑容满面的说 现在就走 林凡看了一眼时间 行 走吧 两人出门后 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奔驰轿车 比的 林凡看着金开元 租的 这 人靠衣装麻 金开元笑着说 总不能让人给看扁了 这才好谈生意 林凡黑着脸 真想踹着王八蛋两脚 他坐上车后 金开元到后座上 换了一身道袍 随后对林凡说 你会开车吧 会啊 林凡点头 金开元 开车去吧 顺便兼个司机的职位 我说 你别太过分 林凡想一拳揍死这王八犊子 金开元撇嘴 行行行 我自己开得了吧 小气静 林凡坐在车上 金开元横着小曲 林凡忍不住问 我说哥们 你这好好的 天天干这个坑蒙拐骗的行当 也不怕遭报应 金开元沉默片刻说 缺钱 这家伙是得多喜欢钱啊 很快 车子快到了一栋豪华的别墅门口 两人下车后 金开元挺直了摇杆 看起来当真是先锋道鼓一般 带着林凡来到别墅的门口 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这栋别墅的保姆 这保姆看起来四十五六 很朴素的一个妇女 她看着两人 问两位是 我们是来找周老板的 这是我的名片 之前给她通过电话 金开元递过去名片 保姆一看 上面写着什么风水玄学顶级大师之类 好 我去给周老板说一声 说着 保姆转身走进屋中 过了一会 她转身走了出来说 周老板让我带你们两人进去 走 金开元被着手 带着林凡往里面走去 这栋别墅内装修的是真的极为不错 保姆带着他俩来到二楼的一个卧室中 一个国字脸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躺在床上 还盖着一床宝贝 周老板您好 我是金开元 这是我的助手 小林 金开元笑容满面地说道 第四百三十一张腰仔 林凡跟在金开元身后 一进屋子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整个屋子里面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腰气 金开元准备往这周老板走去 林凡却拦住了金开元 说 我过去看看就行了 说完 他来到了床边 这周老板很虚弱 冲金开元和林凡点了点头 对保姆说 你先出去吧 哎 好了保姆转身离去 林凡说 周老板是有什么麻烦 我 周老板刚准备开口 金开元便对林凡说 小林 你不懂别乱说话 咱们的先谈价钱 周老板脸上露出笑容 说 我周刚见难道还能少了金大师的钱 若是金大师能将我的怪籍治好 钱是不会少你的 三万 一口戒 先给钱 后办事 金开元急忙说 他可是在黄大华手里吃过亏的 得先拿了钱才安稳 周刚见笑了一下 从床头柜拿出三万现金 递给了金开元 金开元脸都快笑烂了 跑到一旁 蹲招数前去了 看这碍事的家伙到一边了 林凡这才开口问 周老板是身体不舒服还是 周刚见犹豫了片刻 先开了被子 一股恶臭传来 周刚见的胸口已经腐烂 肉也发黑了 并且胸口还长出来了一个黄鼠狼的脸 这 金开元看了一眼 差点没吐起来 他扶着墙壁 强行地撑着自己的大师风范 两位有办法吗 周刚见期待地问 周刚见得了这个怪病 找了不知道多少医院 甚至是大师他也找过不少 但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那些所谓的大师 基本上全部都是冲着他前来的 周刚见虽然有钱 但还没有到达能够接触到世家的程度 也请布莱氏借子弟帮忙处理 林凡轻轻地摸了摸他胸口 这事 林凡沉着脸 你是让妖怪在身体肿下了仔啊 下仔 周刚见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林凡眉毛微微皱了起来 这种事 他听说过不少 但看到 却是第一次 简单点来说 妖怪生下的孩子 并非就立马是妖怪 而只是普通的动物 也需要经过后天的修炼 而且从头开始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但将自己刚出生的仔 放进人类的身体中 等一段时间后 这个腰仔吸收光 这人身体之中的精血后 便能直接成为患灵境 开化灵智 会省去大量的时间 所以很多妖怪生下孩子后 都会用这样的方法 有办法吗 周刚见急忙问 最开始 他只是感觉胸口有些发闷 然后胸口的肉慢慢开始腐烂 那时候 他找了不知道多少医院做检查 但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直到最近 他胸口竟然长出了一个黄鼠狼的脸 这可将他吓坏了 急忙拖身边的朋友 让帮忙找会真本事的人过来 林凡说道 办法倒是有 开膛破肚 将这个腰仔给取出来就可以了 说到这 林凡心中一尘 只不过这样做的话 可就将背后的那只妖怪 给得罪死了 只要取出腰仔 腰仔很快就会死亡 一定的帮帮我 两位大师 周刚健急忙说道 双眼中全是恳求之色 放心 收你钱 肯定帮你解决麻烦 靳开元在后面黑黑笑道 我们可是业界良心 小林 赶紧给周老板解决歌 林凡回头白了 靳开元一眼 你说解决就解决 你把他胸口抖开 我 靳开元干笑了一下 林凡对周刚健说 你有没有认识的医生 叫过来给你准备麻醉剂 帮你剖开胸口 我好将这腰仔取出 周刚健点头 刚准备打电话 突然 他疼得满头大喊 不好 我胸口里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弹 林凡脸色一变 看着周刚健的胸口 看样子你胸口中的 这只黄鼠狼 已经有了一定的灵智 肯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来不及了 林凡看着周刚健 只能是冒险了 周刚健一听 重重地点头 来吧 我能抗住 瞬间 青云剑出现在了林凡的手中 他拿着手中的青云剑 在周刚健的胸口 慢慢划开了一条口子 鲜血不断地流淌了出来 林凡往里面一看 一个巴掌大的黄鼠狼 正躺在周刚健的胸口 周刚健身体内的不少血管 都长在了这只黄鼠狼的身上 过来 林凡冲身后的金开源说 准备好 等会我将这黄鼠狼抓出来 你立马给周老板奉伤口 我奉 金开源脸色有些发白 要不然呢 林凡说 前有这么好症吗 说完 他也不啰嗦 这时 躺在周刚健胸口内的黄鼠狼 竟然慢慢地睁开顺眼 看向了伤口外的林凡 林凡动作很迅速 右手从周刚健的胸口中 瞬间抓住了这只黄鼠狼 快速将他带出 周刚健疼得咬牙切齿 但愣是没有吭声 倒真是一条汉子 快 奉伤口 林凡说着 手中的青云剑轻轻一扫 直接将这巴掌大的黄鼠狼 斩成两截 随后 他陪在金开元身旁 给周刚健处理起了伤口 好在混迹阴阳界 经常受伤 林凡也会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 奉伤口 虽然没有医院那样专业 但也勉强能看 最起码可以治学吧 周刚健脸色惨白 喘着粗气 他倒吸着凉气 但依然感激地对林凡和金开元说 多 多谢两位 不用客气 林凡摇了摇头 他手中拿着一条毛巾 擦干手上的写字 突然 他感到了一股心迹 随后看去 此时 卧室的阳台窗户外 两只黄鼠狼趴在窗户外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屋中的三人 以及地上那个已经死去的腰宰 对于这两只黄鼠狼的出现 林凡并不意外 你们兜得死 一只黄鼠狼口吐人言 随后爪子拍在玻璃上 不离碎裂 散落一地 两只黄鼠狼窜进了屋中 直接朝林凡便袭来 看他俩袭来 林凡急忙冲周刚见和金开元说道 我到一边去 第432章 这黄鼠狼的报复心理还真是够重的 林凡开口念叨 赤令 天兵上行 烈火焚成 瞬间 一股烈焰从林凡手中的福禄之中喷涌而出 朝着这两只黄鼠狼便焚烧而去 这两只黄鼠狼急忙朝两边躲闪 且变成了人形 这两只黄鼠狼变化为人形后 看起来都三十岁左右 身上穿着黄色的皮衫 这男性黄鼠狼脸色凶狠地看着林凡 捏紧拳头 你这家伙 竟然敢杀害我的孩子 他双眼阴朗 散发着寒光 恨不得冲上去 将林凡给撕成几块 而那女性黄鼠狼也同样如此 林凡左右看了看 这两只妖怪都是一品化行径的妖怪 倒也不难对付 两位 你们用自己的腰宰害人 难道就对吗 林凡淡淡地说道 说完 林凡身上的强大剑气 轰然爆发了出来 这两只妖怪一愣 他们没有想到林凡竟然能有这样强大的气势 他们是徐州省本地的妖族 天心道管向林凡这个年龄 并且实力强大的 他俩都知道长什么模样 他俩看林凡颇为陌生 这才冲进来 想要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可没想到 这却是踢在了一块硬疙瘩上 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两只妖怪冷声问道 十方丛林 林凡 林凡冷恒一声 十方丛林的人 两只妖怪对视了一眼 心中一颤 可以说 他们这些妖怪 并不惧怕天心道管 或者幻境门 即便是这两个势力的人将他们的孩子杀了 他们也会不惜一切的报复 但现在面前的这人却是十方丛林的人 这就需要他们好好地琢磨一番才行了 十方丛林的人行走在都市之中 是专门解决他们这些妖怪的 遇到妖怪害人 本就有职责来拐 这两只黄鼠狼对视了一眼 竟然转身便跳出窗外 逃了 想跑 林凡手中拿出一张符路 急忙抛出 斥令 天兵上行 天罗地网 这道符路在半空中 化为了一张大网 朝着这两只黄鼠狼便扑去 林凡本就是四平道长径的强者 他俩哪能挡得住林凡所施展出的手段 瞬间 他们便被这道王子给盖住 他俩在这道王里面不断挣扎 可就是不能将这道王给撕破 你要是敢杀我们 老祖宗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这两只妖怪不断地嘶吼起来 老祖宗林凡眉毛一皱 看着他们 既然你们背后有势力存在 那更留不得你们了 林凡可不会因为这个就受到威胁 若是他们不提背后还有势力存在还好 既然知道他俩身后还有更强的势力在 林凡哪还能留他们性命 放了他俩 等着这两只黄鼠狼背后更强的妖怪找上门吗 他冲上去 用手中的青云剑 轻易地便将这两只黄鼠狼给斩杀 这对黄鼠狼夫妻倒在了血泊之中 很快化为了黄鼠狼的原形 多 多谢大师 躺在床上的周刚剑背下的浑身发软 他脸色苍白 也不知道是因为流血过多还是背下的 哈哈 那可是我俩是专业的 金开源笑着走上前 对周刚剑道 周老板 你看这除三万是这小崽子的钱 刚才杀的那两只大的 可是要另外收钱的 周刚剑呵呵笑着 说这个自然 回头我会亲自登门 给金大师再送两万过来 当时辛苦费了 林凡和金开源并没有多停留 解决后 和周刚剑随便寒暄两句 便离开 而周刚剑也急忙让自己的保姆送他去医院 他的伤口只是暂时性的包扎了一下 还得去医院重新处理一遍才放心 林凡和金开源上车后 他说送我回去吧 金开源看了林凡一眼 说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呃 林凡说 我说 我这次帮你忙 已经是最后一次 你不要太过分 金开源点头 我明白 明白的 你放心 不是让你帮我做事 说着 金开源也深吸了一口气 开车带着林凡 先是带他买了一堆衣服 然后又买了一堆吃的 接着才往徐州市郊区的方向而去 很快 金开源开着车 来到了一个破旧 空荡荡的村子入口 这是什么地方 林凡看着这里破破久久的样子 问 金开源拿出三万块钱 这是你赚的 我想 你应该亲自给他们 说完 他竟然将钱递给林凡 然后在前面带路 往里面走了进去 林凡看着金开源的背影就没了起来 这家伙就不怕自己带着钱跑了 心中虽然好奇 还是跟了进去 这个村子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住了 甚至不少房子已经裂开缝 成了围房 路上 林凡心里都在嘀咕 在想着金开源又要玩什么幺蛾子 他跟在金开源身后 来到村子中间的一个宅院门口 金开源打开门 跟我进来吧 林凡皱着眉毛 走进屋中 哥哥回来了 哥哥回来了 里面传来了一群小孩的喊声 林凡往里面一看 这里面竟有八个小男孩 大小不一 最大的约有十五岁 小一点的不过九岁 哈哈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金开源看到这群孩子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今天大家有新衣服 有鸡腿吃 顿时 一群小孩炸开了锅 今天过年嘛 哥哥买这么多东西 屁 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新衣服和鸡腿啊 听着这群小孩的喊声 金开源抬起手 行了 我告诉大家 这是林凡 林凡 哥哥 他给大家买的 还要给大家一笔钱 让我们生活呢 真的 这群小孩睁大眼睛 看向了林凡 林凡 看了一眼手中的三万块钱 顿时明白了金开源的心思 之前金开源说的分自己一半 自己这给了小孩 总不能厚着脸再去要一万五吧 当然 这些钱对林凡来说 也不算什么 他把钱帝给年龄最大的那个孩子 拿去买点吃的吧 第433章李素素上 谢谢哥哥 这八个小孩 竟然全部给林凡跪下了 就连一旁的金开源 也给林凡跪下磕头 我去 你们这是干啥 林凡急忙一个个扶起这些小孩 他看向金开源 你这是玩哪出 金开源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我带着孩子们生活不容易 每一个帮过我们的 都是恩人 给恩人下跪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 林凡骤眉起来 金开源提着的两袋东西说 大家把衣服分一下 把鸡腿什么的吃了吧 大家下学期的学费 这下也不用愁了 这群孩子穿得很破旧 开心的拿着东西跑了进去 林凡骤眉问 这些孩子没有读书吗 金开源拍了拍自己的屁股 站起来 拿出一包烟 递给林凡一根 随后他抽一口后说 没钱啊 金开源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对林凡说 之前有得罪你的地方 我刚才也给你下跪了 希望你不要怪我才好 带着这群孩子讨生活 很不容易 金开源一脸感慨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要放在平时 他也舍不得抽一根 今天发了笔财 倒也可以奢侈一下了 林凡坐在金开源旁边 问 这么多孩子 你一个人带着 如果是孤儿 可以送去孤儿愿麻 你 你不明白 金开源重重地摇头起来 他叹了口气 林凡坐在他旁边 点燃手中的香烟 问 这些孩子是 金开源抽了口烟说道 我平时其实也不太乐意提这些事 林凡黑着脸 心想 你不是开口闭口 就是有八个孩子要养麻 金开源说 这些孩子 是我从他手里接过来的 大概是两年前吧 金开源的家庭富裕 是那种最标准富二代 他就属于老师最讨厌的那一类学生 成天喝酒闹事 一言不合就跟人干架 那时他的名言就是 打败打坏了我赔钱 曾经的金开源心里也想过 或许自己的一生 应该就是像现在这样 恍恍惚惚的度过 然后大学毕业 家里安排进一个公司 历练几年后 进家里的公司工作 然后找人介绍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娶妻生子 平平无奇 可是在大三 一次聚会中 他遇到了一个人 那次聚会是金开源过生日 在一个酒店的豪华包房 弄了三桌好菜 来的都是家境不错的 一个个喝酒聊天 就在众人差不多吃完后 一个颇为漂亮 穿着朴素的女生走了进来 她进来后 便问 请问 大家吃完了吗 要是吃完了 我能带一些剩饭吗 这是谁啊 金开源皱眉问 一个身旁的美女笑了起来 这是个怪人 叫李素素 每天在学校附近 找人要剩菜剩饭 就是 真是不怕丢人 一个大姑娘到处要饭 小点声 金开源皱眉起来 看着李素素问 你想要这些剩菜剩饭 嗯 李素素显然有些紧张 他抓紧自己的衣角 说 这个 方便吗 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 服务员 再给上一桌菜 金开源大声地喊道 李素素一听 急忙说 不用不用 剩菜剩饭就够吃了 不要浪费 服务员 没听到还是聋了 上一桌菜 然后打包 让这姑娘带回家吃 金开源说着 叼着烟 和朋友继续聊天起来 而李素素则低着头 站在包间的门口 他心里很紧张 房间中 不时会有议论李素素的言语出现 每当这个时候 李素素总是汇报以笑容 很快 饭菜被服务员打包拿了进来 李素素艰难地提着一大堆饭菜 然后在房间门口 给金开源跪下 磕了一个头 谢谢 李素素抬起头后 和金开源对视了起来 金开源看着李素素那的目光 心中一颤 或许 自己等着双眼睛的主人很久了 李素素转身便走 金开源大声对其他人说 你们先吃着 人家这么一个姑娘 拿着东西多不方便 说完 他跑出包间 追上李素素 我帮你拿吧 不用了 李素素摇头起来 金开源却直接抢过李素素手中的打包盒 说 我有车 送你 你家在哪里 门头村 李素素说道 门头村 金开源周梅问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住那么远的地方 而且听说 我的村子已经搬空了啊 李素素笑了一下 说 真不用了 你能给我这么多饭 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说完 李素素抢回饭盒 自己走了起来 金开源则急忙开车 跟在他身后 喊道 喂 上车吧 我送你 不用了 李素素摇头起来 金开源直接抢过他手里的东西 将他拉上了车 来到门头村后 跟着李素素走进院子中 金开源看到了满屋穿着破破烂烂的小孩 这些小孩衣着很破 李素素笑着说 这是这位大哥哥给大家买的东西 大家快点吃吧 随后李素素将这盒饭递给金开源 你给他们吧 额 金开源有些奇怪 传统 金开源将东西递给最大 看起来13岁的孩子后 所有孩子 包括李素素给他跪下了 奇奇的给他磕头起来 别 我说不起 金开源急忙将这些孩子一个个的扶起 在随后的聊天中 他也得知了李素素和这群孩子的来历 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偏远地方的孩子 李素素学习成绩好 来到了徐州市上大学 可家里却遭了灾 一场洪水 整个村子都没了 只剩下了这八个孩子 李素素将八个孩子带了回来 安置在了这门头村中 一边上学 一边照顾这些孩子 每天上学 放学后 便帮这些孩子们寻找吃的带回来 虽然看似简单 对于很多人甚至轻而易举能够办到的事 但对李素素这样身无分文的大学生而言 却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 第434章李素素下 金开源好奇地说 我说你 既然这些孩子成了孤儿 带他们去孤儿院不是更好吗 李素素笑了一下 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他坐在了一块石头上 说我能照顾好他们 李能照顾好 金开源笑道 别逗了姑娘 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去读书 而不是跟你在这破地方 李素素摇了摇头 我会攒钱供他们读书的 我有钱 要不要我资助他们 金开源说 李素素目光激动的看着金开源 真的 金开源点头 对啊 只要你做我女朋友 怎么样 说到这里的时候 李素素皱眉起来 你能给他们买这些好吃的饭菜 已经是大恩大德 若是在供他们读书 我报答不起你 李素素站了起来 他唯唯咬紧嘴唇 转身便跑进了屋中 金开源忍不住说 这个姑娘真是奇怪 可在回去的路上 金开源才意识到了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尊严的 有人或许奇怪 李素素能为了这些孩子 放弃自己的尊严给人下跪 讨饭 这难道不伤尊严 若是做金开源女朋友 他就能轻松地将这些孩子送去读书 可他不愿意出卖这方面的尊严 后面的日子里 李素素每天即将离开学校去弄一些饭菜时 金开源总会恰逢其时地站在学校门口 拿着一些剩菜给他 李素素也在勤工俭学 攒钱 很多人奇怪 难道一些买饭菜的钱都没有吗 这些钱他是有的 但他有个梦想 想要让孩子们真正地去读书 可惜 虽然他在大学里面已经兼顾了很多工作 一个月能赚两千多 但这还远远不够 或许刚刚够吃饭 但用于给八个孩子读书 差太多了 每次他辛苦工作的时候 金开源总会恰逢其时地出现 像一个影子一样跟着他 喂 我说 你真的没有必要如此辛苦 对不起 请你离开 我还要工作 李素素平淡地说 金开源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真是搞不懂你 李素素认真地看着金开源 你们这样的富家公子 当然不明白生活不易 所以才会认为一些事是很丢人的 可 金开源对李素素说 你以为我找你做我女朋友 是贪图美色 不知道多少比你漂亮的女孩追我呢 金开源说道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李素素摇头 我没功夫想这些 说完 他继续忙碌起来 金开源则在他身后喊道 李素素 我是真的喜欢你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金开源依然坚持每天给他带饭 跟在他后面聊天 可李素素总是对他爱搭不理 这样持续了足足大半年的时间 突然有一天 金开源没有再出现李素素的身边 李素素心里很奇怪 其实半年的接触下来 他心里已经明白金开源是真心喜欢自己 否则以他那富二代的德性 怎么可能坚持如此之久 他找人打听后才知道 金开源家中破产了 金开源的父母受不了打击 跳楼 金开源从一个富二代 瞬间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以前他身边的朋友 好友 全部消失了 没有人找他喝酒 没有再和他称兄道弟 就连平时说爱他爱到至死不渝的那些姑娘 一个个的也消失了 金开源颓废的躺在学校的草地上 他突然有些崩溃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 是不是应该如同父母那样 跳楼一了百了 他这时才发现 自己以前的那些风光 挺可笑的 突然 李素素坐在了他的身旁 你 你在想什么 金开源扭头一看 这是半年来 你第一次和我主动说话吧 你说 你早点答应我多好 我还能给你一笔钱去让那群孩子读书 现在 钱不是唯一 也不是一切 李素素认真的看着金开源 如果一个人 能用钱得到一切 那么没有钱 他也会失去一切 金开源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李素素说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李认真的 金开源皱眉起来 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而且 若是你有钱时 我不会开口的 李素素淡淡的说 金开源抓住李素素的手 放心 我有胳膊有腿 我俩一起赚钱 供孩子读书 半年后的一天 李素素突然晕了过去 去医院检查之下 竟是白血病 治疗的话 需要花费上百万 金开源差点疯了 因为他没钱了 金开源直接休学 打工想要赚钱 却发现 自己能找到的工作 最多也就两三千的工资 连住院费都不够 更别说治好李素素了 金开源还记得那一日 他就坐在病床边 紧紧的握着李素素的手 素素 我一定能治好你的 我能赚很多钱 李素素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不用了 能认识你 我已经很开心了 草 放心 老子明天就去抢银行 金开源捏紧拳头 不要 李素素摸了摸金开源的脸蛋 其实能认识你 我已经很开心了 只是 我怕那些孩子 放心 金开源忍不住流出眼泪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李素素说 我其实真的不想死啊 我想看着那些孩子长大 读书 而且我还想和你结婚 可是 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金开源握着他的手掌 哭了起来 是我没用 要是有钱的话 明明能够将你治好 要是有钱 就能送孩子们去读书 李素素双眼中流出了泪水 他缓缓闭上了双眼 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金开源也真正肩负起了照顾那些孩子的事 他发现 照顾好这些孩子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他找工作 只能是两三千的工资 养大这些孩子 吃穿差点倒也够了 但想要让所有孩子读书 却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 金开源开始干起了坑蒙拐骗的事情 甚至是穷极一切的攒钱 骗钱 偷东西 第435章那不都一样 林凡坐在金开源身旁 听着他慢慢的说完了关于他的故事 林凡略为沉默了下来 他眉毛微微皱着 看着金开源 说道感情你干坑蒙拐骗 是为了养这些孩子 只不过话说回来 若是你想要长久的养着这些孩子 恐怕还是得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 金开源白手起来 说道说的轻松罢了 我这样的人 大学中途修学 根本就没个好的学历 就算是大公司录用我 一开始也只会是从实习生开始做起 那点工资哪有我干这样的事来的快 金开源说道这 狠狠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 林凡沉默了下来 他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果然 人是不能光从表面来看事情的 表面上 这金开源坑蒙拐骗 甚至可以说 为了钱 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但却在暗中抚养着这群小孩 你也可以找一些人 直接收养 嗨 金开源摇头 这群孩子 年龄最小的都是九岁了 那些收养小孩的家庭 更想要的是三四岁的孩子 那样孩子以前的记忆 都记不得 从小跟着他们长大 感情才能深厚 更何况 孤儿院的小孩 一个个被打整的白白净净 我带的这些孩子 穿得脏兮兮 人家当然更愿意去孤儿院 金开源顿了顿 更何况 我也舍不得将他们给送出去 大家在一起久了是有感情的 谁也不想离开 然后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 全新的家庭 甚至这群小屁孩未来 都不能相见 这样下去 也不是长久之计 林凡拍了拍金开源的肩膀 说 若是信得过我 我介绍你 带着这群孩子 去一个地方 额 金开源看着林凡 什么地方 林凡问道 有纸笔吗 金开源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急忙跑进屋中 里面有不少纸张和铅笔 都是平时金开源用来 叫这群孩子写字用的 毕竟老祖宗的那句话说得好 再穷不能穷教育 林凡拿着笔 写了一封亲笔信 他将这封信放好后 对金开源道 明天一早 你带着这八个孩子 去这个地方 说着 他又写了一个地址 这是 金开源问 苍剑派 林凡说 你把我的亲笔信给一个叫荣云和的人 他会收留这群孩子 那是什么地方 金开源困惑的问 绝我这样本领的地方 林凡说道 金开源一听 浑身一震 之前在那富豪家中 他可是看到林凡轻易的将那两只黄鼠狼妖怪斩杀的场景 金开源急忙给林凡跪下 给他磕头了起来 砰砰砰 金开源磕在地上的声音很响 甚至额头都磕出了血字 行了 快起来吧 我这也不是帮你 是帮那群孩子 林凡急忙抓住金开源的胳膊 金开源一听 一拍自己额头 朝着里面吼道 都给我出来 给林先生跪下磕头 快 那八个孩子冲出来后 也不管怎么回事 急忙给林凡跪下就要磕头 这哪使得 林凡手一挥 法力涌出 铺在了这八个孩子和金开源的膝盖上 让他们无法跪下 苍剑派有苍剑派的规矩 去了之后 衣食无忧是肯定的 但一定也要认真学习那里所教授的本领 听到了没有 以后你们去了那里 一定要好好学本领 金开源激动的双眼忍不住流出眼泪 他不管吃再多的苦 对于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 他的心愿就是完成李素素的遗愿 将这群孩子给带成才 可现在 林凡竟然让他们去学这样的法术 这特么可不只是成才了 是要成仙啊 在金开源眼中 林凡的这诸多手段 真的跟仙人无异了 我们不走 没想到这群小孩围着金开源 死死的抓住他的衣服 哥哥 你不要我们了吗 你不是说姐姐出国留学了吗 以后还要回来找我们的麻 对啊 我们就和哥哥留在这里 听着这八个孩子的话 金开源感动的流出了泪水 他咬牙说道 行了 你们别不知道好歹 这种天大的好事 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林先生是有大本事的人 金开源所说的 自然是刚才 林凡一挥手 他们所有人都无法跪下这件事 林先生 让哥哥也跟我们一起去那里吧 这些小孩祈求的看着林凡 林凡眉毛一皱 说 这个的看他自己了 若是有缘 自然会加入苍剑派之中 林凡并没有直接推荐金开源加入苍剑派 金开源已经二十多岁 已经错过了修炼的年龄 若是让他硬生生的踏入阴阳界 潜力有限不说 在阴阳界一直沦为底层 早晚会有性命之忧 还不如做个普通人 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一生 金开源抹了抹眼泪 骂道 醒了 一群家伙 吵吵个啥 都赶紧回去睡觉 明天我带你们去买新衣服 带你们去江南省 哥哥 那我们今天还读书吗 金开源说道 读个屁 带你们去学仙术 做神仙去了 还读毛个书 这群小孩被金开源赶回屋中睡觉 金开源抹着眼角的眼泪 说 林先生 真是感谢 大恩大的 难以报答 林凡被着手 看着一脸感动的金开源 你不要恨我才是 这样做 你很有可能会和他们分开 我 我真的不能和他们一起加入苍剑派吗 金开源还是忍不住问 金兄 实话实说 你现在已经过了修炼的年龄 若是强行修炼 成就不高 而且阴阳界中 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林凡顿了顿 另外 苍剑派不是什么修仙的地方 只是学习术法 斩妖除魔而已 那不都一样 金开源说 林凡笑了一下 没有回话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的确都一样 没有区别吧 第436章给你狂的 不过看着金开源的样子 他微微摇头 随后说 你到了之后 告诉荣云和一声 看在苍剑派 有什么你能做的 若是你愿意 就留下吧 多谢 金开源重重的点头 我先回去了 天色也不早了 林凡说完转身离去 看着林凡的背影 金开源大声的说道 林先生 以前的事 对不起 另外 帮我向你朋友也带一声对不起 林凡回到家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打开门 白龙和王国财都躺在沙发上了 俩人手中抱着方便面 看林凡从外面回来 白龙问 喂 林凡 没给我俩带饭 没有 林凡说道 你俩咋不叫个外卖 吃方便面做什么 白龙指着王国财 这家伙懒得动 狗屁 我 王国财还未开口说话 突然门口传来敲门声 林凡皱眉 转身打开门 没想到站在门口的却是金开源 金开源手中拿着一千八 他有些拘束的站在门口 林先生 这是之前我在火葬场赚的钱 那个尸体 是你解决的 我想了很久 还是应该将钱还给你 林凡有些意外 不用了 把这些钱给那些孩子多买些吃的就行 不不不 金开源急忙摇头 使不得 你之前那样 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你 林凡说道这时 往金开源背后下面的楼梯口 瞥了一眼 那里站着一个人影 金开源也冲他 微微使着眼色 林凡不动神色的点了点头 此时 林凡身后传来了白龙的吼声 是你 人咋 你还敢来老子这 说着 白龙气势汹汹的冲了出来 拽着金开源的衣领就准备一刀给他劈去 就在这混乱的时候 林凡瞬间朝着楼道下面的那个人影冲去 手中的青云剑也刹那肩握在手中 站在楼道下的那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青云剑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 这人看起来三十多岁 留着两片小胡子 林先生 救命啊 你刚才走了不久 他们一群人就将孩子给抓了 还威胁我带他们来你的住处 被白龙揪着衣领的金开源急忙大好了起来 什么情况 白龙往楼道下面一看 看到了林凡驾着的那人 林凡面色一沉 说进去说 他们将这人架进了屋中 屋子客厅内 林凡也冲金开源那里得知了事情经过 大概也就和金开源此前说的差不多 林凡看着这个三十多岁的人 说道 你是什么人 说 哼 这个男人冷横一声 左右看了一眼 就你们几个人吗 呸 你说不说 白龙手中的杀猪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男人冷声说道 别想从我口中得知任何事情 若是我死在你们这 那些孩子也全部都得死 王八蛋 静开源吼道 你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我饶不了你 那些孩子被关在什么地方 林凡沉声问道 他也猜不出这人的身份 主要他 白龙加上王国才三人 就是个惹祸精 天兴道馆 幻境门 和徐州省本地妖族 都算是得罪了 导致如今有敌人找上门 却想不出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无可奉告 我告诉你 别装逼啊 白龙说 我这刀子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可不是好惹的 你叫什么名字 这总可以说了吧 林凡道 饭路 林凡巍巍点头 你既然找上门来 好歹说说自己是何方神圣 若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你直接来找我 我干着 但现在 你们这样抓小孩当做威胁又是几个意思 饭路眼神冰朗 无可奉告 我只能告诉你 如果我不能安然离开这 那群孩子也活不了 妈的 给你狂的 金开元说 林先生 你们让让 我来 说完他就解开自己的皮带 脱裤子 看到这 饭路脸色为变 喂 你想干什么 林凡三人则退后 或者看向其他方向 饭路急忙说 我说你们三 别当没看到啊 赶紧拦着他 解开自己裤子后 金开元就开始脱这饭路的裤子 饭路急忙挣扎了起来吼道 放开我 王八蛋 饭路 我草 爷 我说 金开元看他就饭 穿上自己的衣服 踹了饭路一脚 骂道 妈的 给你狂的 刚才不是不说吗 饭路黑着脸 谁能他妈想到自己遇到个神经病啊 林凡三人笑着看向饭路 林凡说 能正常交流了吧 能了 饭路干笑了一下 林凡唯唯摇头 所以我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最开始老实点不就行了 说吧 你是什么人 我 我是老祖宗手下的妖人 饭路客气的说道 你今天杀的那两个黄鼠狼 和老祖宗沾亲戴故 得知他们的死讯后 老祖宗很愤怒 派遣我们过来将你抓回去 林凡 那你们不直接找上我 反而去抓那群孩子做什么 我们这不是稳妥起见麻 本来想用那些孩子引你过去 设下天罗地网 保准你插翅难飞 没想到 饭路说道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更具体的是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个六品换灵境的妖人 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 林凡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饭路 说道那些孩子被关在什么地方 城南的一个废弃仓库中 里面有三个画行径的妖人 四个幻灵境的妖人 另外还有一个老祖宗派遣过来的大妖怪 大妖怪 林凡问 饭路重重的点头 五品画行的大妖怪 林凡听到这 双眼微微闪烁了一下 那个所谓的老祖宗能直接派遣出 五品画行径的妖怪出来杀自己 看样子那两只黄鼠狼的确是 跟那个老祖宗有些关系的 甚至可以说关系还不一般 该说的我都说了 饭路说着 左右看了看 不知道你们这 有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呢 第437章天大的罪 李说呢 林凡看着他笑了起来 随后对一旁的王国才说 将这家伙看眼识了 我去救人 直接杀了他 一了百了 王国才在一旁提议说道 饭路一听 急忙说 别啊 我要是刚才打死不说 誓死抵抗你们杀我也就得了 现在我都已经招了 你们可不能这样 其实刚才林凡也犹豫了一下 该不该杀了这家伙 毕竟杀他对于自己而言 只不过是随手的事情 而且能省去很多麻烦 但仔细思考之下 林凡却还是没有对这家伙下杀手 这并非是优柔寡断 而是林凡不想手上沾上太多的血腥 从最开始踏足阴阳界开始 林凡就感觉到自己杀人越发的无所顾忌 当然自己所杀的人 都是应该杀的 自己倒是没有做错 但仔细一细想 林凡也感觉有些恐怖 若是最初自己杀人会犹豫很久 但现在好似一条人命对于自己而言 越来越无所谓了 若是按照自己这样发展下去 会渐渐的迷失本心的 略是强者 略能控制自己的心境 而那些空有一身实力 却渐渐迷失 滥杀无辜 是人命如草芥的做法 便是渐渐走上一条弯路 也正是修术不修新的典范 先关着 回头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作用 林凡说 金开源道 我跟你一起去 别添乱了 白龙的手搭在了金开源的肩膀上 说 这种事 是我们阴阳界的事 可不是你这个小偷能管的 我俩的账 回头慢慢算 你可别以为这样就解决了 范露双眼转动起来 急忙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当好带路党 带路党 林凡上下打量了范露一番 说道 你这家伙可别想玩什么妖蛾子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范露满脸堆笑 我带着你们去 可以放松他们的警惕 让他们以为是我将你们给骗去的 当然 这话也就范露嘴上说说 他心中却是想到 这几个家伙虽然实力强大 但老祖宗所派遣来的大妖怪 想要收拾他们 不还是分分钟的事吗 自己要是跟着他们离去 这两人被那大妖怪给杀死后 自己也就能安然逃走了 若是留下来 传来林凡和白龙的死讯 这个僵尸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到时候恐怕自己才是真正的难逃一死 林凡倒也感觉范露所言有理 若是你想耍什么花招 我奉劝你一句 留在这里 才是最安全的策略 我一定给两位当好带路倒 范露那张脸上 全是真诚 白龙站在林凡旁边 我咋感觉这家伙脸上的笑容 就是一副坑定咱们的笑容呢 范露听到这句话 脸上顿时僵硬了不少 林凡说走吧 这俩人下楼 开着车 带着范露往那座废弃厂房而去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这座厂房是以前本地的一个汽车零件厂 不过规模比较小 就只有三个厂房 后来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后 换了新的地址 而这里暂时还没有规划接下来该怎么使用 所以便一直空置了下来 林凡 白龙带着范露开车来到厂房门口 这个厂房生锈的大门关闭着 里面竟悄悄的 没有一点声音 老实点 林凡下车后 拉开车门 对范露小声的说 范露微微点头 说 跟我来吧 说完 范露带着他俩往前面走了起来 林凡则小声的说 你最好不要耍花样 或者想要逃跑 只要你有这样的举措 我第一时间要你性命 范露心里咯噔一声 心想 看样子只能是指望那只大妖怪干掉 林凡和白龙 自己才能脱身了 隔支 安静的厂房 生锈铁门打开时 传来了刺耳的声音 厂房内的地上 已经生长起不少的杂草 记住 一定要保证那些孩子的安全 林凡对一旁的白龙小声的说道 在路上的时候 林凡也告诉过白龙 关于那些孩子的事 当然 也包括金开元 听了这些后 白龙心中的祈祷也消了大半 甚至还对金开元的所作所为产生了钦佩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 在同样的情况下 都能如同金开元这般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个漆黑的货舱前 这货舱很大 范露拉开卷联盟 随后大声的说 我回来了 客人我也带回来了 货舱内 原本漆黑一片 瞬间 里面的灯轰然打开 那八个小孩 正被绳子绑着 蒙灼眼睛 而他们周围 则站着一个个妖人 这些妖人目光不善的 往林凡和白龙身上看来 站在最中间的 则是穿着一间古装白袍 外貌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看起来文质彬彬 仿佛古时候的焦书先生 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满脸笑容 看起来颇为和气 在下同玉蕴 这焦书先生打扮的人 却是先拱手说道 两位都是贩路请来的客人 敬来说话吧 同玉蕴满满自信 他以及身边的妖人 都以为林凡二人 是被贩路给威胁而来 毕竟他们可是本地妖族 这家伙如此年轻 就胆敢杀他们的人 林凡和白龙面无表情 并肩走了进去 林凡目光锁定在了同玉蕴的身上 同玉蕴俨俨然是这群人中 最能说得上话的 如果没有意外 他也就是犯路口中 被那的老祖宗派来的大妖怪了 同先生 林凡拱手说 看你一副教书先生模样 既然是想请我做客 我已经来了 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孩子给放了 同玉蕴笑了起来 打开折扇 煽动起来 慢慢往林凡走了过来 他说 小子 你知道我们妖先动有多少年没有人敢敢招惹了吗 你所杀的黄鼠狼 是老祖宗亲孙子 你该当何罪 妖怪害人 斩妖除魔 我何罪之有 林凡反问 同玉蕴盯着林凡的双眼 果然是年轻人 在这里 得罪老祖宗 就是天大的罪 第438章威胁 林凡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道 你们妖先动是这里的本地妖族不错 可这里还有幻境门 有天心道馆 还有十方丛林在 什么时候 得罪了你们妖先动的老祖宗 就是天大的罪过了 听了林凡这话 同玉蕴双眼中露出奇怪的神色 天心道馆 幻境门 同玉蕴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这两股势力 竟然也好意思跟老祖宗媲美 小子 看样子你只是一个有点本事的愣头青 甚至都不是我们徐州省的本地人 不知道我要先动的大名 不知道老祖宗的大名啊 此时同玉蕴心中更是多了几分轻蔑 林凡所说的这话 就足以证明 林凡恐怕只是路过这里的一个愣头青 仅此而已 同玉蕴摆了白手 范璐你到一边去吧 好了 范璐听到同玉蕴这句话 如获大事急忙要往一旁躲开 里动一个试试看 林凡手中的青云剑出现在了范璐的脖子旁 范璐这下是不敢动了 站得挺直 其他的那些妖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范璐你还让这样一个小子给威胁了 范璐你这些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感情你压根不是将他们骗来的 你是人质啊 其他的妖人性灾乐祸了起来 范璐黑着脸 心里暗自骂道 这群王八蛋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把剑架在他们脖子上试试 看他们还能笑得出来不 小子 凭你还敢威胁我妖先动的人 同玉蕴说完 猛地朝凌凡袭去 庞大的妖气 从他身上涌了出来 凌凡你顶住 白龙一看 急忙往一旁躲去 范璐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也是开溜 凡凡冰冷地说 你自己找死 说完 凡凡一剑劈在了范璐的后背 啊 范璐一声惨叫 倒在了血泊之中 小子你敢 同玉蕴虽然杀来 但却也来不及救范璐 凡凡看着范璐的尸体 唯唯摇头 自己给过他机会 自己不珍惜 还能怪谁 随后 凡凡面色严谨起来 看向杀来的童玉蕴 童玉蕴身为无品化形的妖人 比凡凡还要高出一个境界 凡凡是丝毫不敢大意的 赤令 天兵上行 烈火焚成 凡凡甩出一张浮路 瞬间 铺天盖地的火焰朝童玉蕴席而去 童玉蕴不躲不闪 身上的漆黑妖气 直接朝火焰压来 好 看着那些孩子的七个妖人 齐声叫好起来 他们一个个不懈地看着凡凡 心中暗响 就这小子 也想和童玉蕴斗 童玉蕴在妖仙洞 也是一号高手 无品化行径的高手 就凡凡这年龄 虽然之前有杀了那两只黄鼠狼的战机在身 丙天也就二品道长的实力 毕竟凡凡看起来实在是太过年轻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不管是实力 还是战斗经验 拿什么和童玉蕴比较 果然 童玉蕴强大的妖气 直接将这些火焰给压到了两边 童玉蕴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说道 小子 你这实力倒也不错 可惜了 你和我还是差得太远 老老实实跟着我回腰仙洞 听从老祖宗的发落吧 说完 童玉蕴大手朝着凌凡便抓来 凡凡一看 急忙念叨 是令 天兵上行 神兵入体 瞬间 凡凡手中的青云剑飞进了他的手臂之中 不 还想输死一搏 童玉蕴浑身高手风范 大手丝毫未停 依然是朝凌凡抓去 童玉蕴心想 以他的实力 可以说能够轻易的将凌凡拿下 凡凡一拳朝童玉蕴抓来的手臂打去 可 童玉蕴冷横一声 手掌捏成拳头 既然你不自量力 看样子我还是得给你一点教训才是 两个拳头碰的一声 对撞在了一起 那几个妖人此时一看 急忙拍马屁起来 童大人牛逼 这小子还真是痴心妄想 童大人神功盖世 就在所有人拍着马屁时 突然 童玉蕴倒飞了出来 接连后退好几步 嘴角甚至都溢出鲜血 他双眼震惊的看向林凡 他完全没有想到 如此年轻的一个小子身上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而林凡也是被童玉蕴打得后退两步 不过却没有什么伤势 开玩笑呢 使用神兵入体 他右手坚硬程度 能和青云剑比肩 童玉蕴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你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人 童玉蕴目光冰朗 他也发觉到了不对劲 若是普通的修士 年纪轻轻 不可能扛得住他一拳的 可林凡不断抗住了 看起来甚至比自己还要轻松几分 这份实力 可不是普通的世家 门派能够培养出来的 这份天赋 放在天心道拐 恐怕也绝对是顶尖的 林凡右手微微发麻 说道 十方丛林 林凡 李是十方丛林的人 同玉蕴同孔微微一缩 十方丛林在徐州省的那些人 我都知道 却没你这号人 林凡沉思了片刻 说道 放了孩子 这件事就算了 现在可不是跟这个妖怪斗气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先救出这些孩子再说 按照林凡所想 不管怎么说 这家伙都得给十方丛林一点面子吧 没想到童玉蕴双眼冰冷无比 放人可以 你自封修为 跟我回去建老祖宗 我就立马把这些小孩给放了 你认为有可能吗 林凡无语的白了这家伙一眼 这家伙该不会是脑袋被门给家了吧 竟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童玉蕴微微挥手 她身后的一个妖人会议 拿起刀架在了一个小孩的脖子上 童玉蕴说 若是你不自封修为 我现在立马杀一个小孩给你看看 天真 林凡笑了一声 说道 你认为这样能够威胁我吗 咱们试一试 童玉蕴抬起手 那个妖人手中的刀具离这个小孩的脖子更近了几分 林凡的脸色彻底的沉了下来 第439章见会飞 说不在意这些小孩的生死 那是假的 如果真的毫不在意 她就不可能亲自来这一趟了 但若是按照这只妖怪所说 封修为 这样的做法 林凡也是不可能做的 她没那么圣母 也不是那么舍己为人的人 最起码不足以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别人的性命 真要这样做的人 要么就是真正的圣人 要么就是傻子 刚好 林凡既不是圣人 也不是傻子 你们妖先动做事风格 如此卑劣的吗 林凡沉生说道 我是十方丛林的人 给个面子 十方丛林 哈哈 若是幻境门 或者天心道管 或许会给你十方丛林的面子 童玉蕴声音冰冷的说 可我们是妖先动 的确 你是十方丛林的人 杀了你会给我妖先动惹来麻烦 童玉蕴顿了顿说 可只要做得悄无声息 谁又会知道是我们妖先动杀的呢 林凡神色微动 说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准备 童玉蕴说道 那个妖人做事要杀人 突然间 林凡将剑到半空中 指着半空中的剑说 快看 剑会飞 哈哈 童玉蕴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我说小兄弟 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这种把戏 而那群妖人 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竟然还拿出来骗我们 想吸引我们注意力找机会 果然 小孩就是小孩啊 这群妖人摇头起来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林凡抛在半空中的青云剑 真的朝着他们飞射而来 可现在反应 却是来不及了 青云剑瞬间 在这七人毫无抵抗的情况下 斩掉了他们七人的头颅 什么 童玉蕴回头看去 那柄剑竟然会自己攻击人 他满脸的不相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 突然 童玉蕴猛的看向林凡 他心里想起了那传说中的 鼠山见仙 童玉蕴浑身发软 他脸色有些苍白 你是 你是 我说了 你们不相信 我能有什么办法 林凡耸了耸肩 慢慢往童玉蕴走去 童玉蕴则是不断后退 我 我是要先动的人 给我要先动一个面子 我的身份 和之前你杀的那两个黄鼠狼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放了我 我保证 你若是放了我 我们要先动 一定不会再找你追究 童玉蕴心中已经彻底没有了和林凡斗的心思 好好的 谁特么吃饱了撑得去和传说中的鼠山见仙斗 这可是鼠山见仙啊 是传说中的东西 林凡说道 若是天心盗管 或者幻境门或许会给你要先动一个面子 但我是十方丛林的人啊 可只要做得悄无声息 谁又会知道是我杀的你呢 童玉蕴听着这段话 越听越感觉熟悉 他心里不由暗骂 特么自己好好的装什么逼啊 刚才直接将这群孩子放了不就行了吗 快看 飞机同玉蕴指着林凡背后 随后转身便跑 想跑 林凡开口念道 剑本凡帖 因直拿而通灵 因心而动 因血而活 因非念而死 御剑之术 在于调袭 抱袁手一 令人剑武零合一 往复循环 生生不息 强大的剑气 凝聚在了青云剑之上 整个青云剑 产生了剑鸣 随后 青云剑搜的一声 无比迅速的朝铜玉蕴的身后刺去 铜玉蕴急忙施展妖气想要抵挡 大量的妖气汇聚了起来 犹如一道厚厚的城墙 可在青云剑面前 仿佛全部是由豆腐制成的 青云剑轻松的刺开这些妖气 扑斥一声 直接穿过了铜玉蕴的胸口之中 铜玉蕴嘴角慢慢流出鲜红的血液 老老祖宗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 他捂着自己胸口的伤口 倒在了地上 浑身颤抖起来 慢慢的 变回了真身 却是一只黄皮狐狸 林凡网周围看去 想要寻找白龙 没想到白龙却是特别自觉 直接跑过来 开始在这黄皮狐狸身体中 掏出腰单 你这家伙 打起来的时候怎么不出分力 林凡笑骂道 好东西啊 白龙看着这枚腰单 爱不释手 虽然只是一颗 无品化行径的腰单 但以后好歹自己也有点战斗力了 看着白龙开心喜悦的样子 林凡皱眉 随后说 刚才你都看到了吧 我的身份 鼠山传人 什么传人 白龙回过头 哦 你说那个啊 行行行 你厉害吧 林凡黑着脸 喂 难道你都不惊讶吗 白龙奇怪的看着林凡 不过就是鼠山剑仙的传人 阴阳失麻 有啥好惊讶的 我难道没告诉过你 我是神的使者 不比你这鼠山剑仙的传人更厉害 我 林凡被白龙说得差点被口水呛到 真要按照他的脑回路来思考 还真特么是 不过这样也好 林凡提醒道 你既然也看到了 麻烦帮忙保守一下秘密 若是传扬出去的话 嗨啊 放心吧 我最多也就告诉神医生 其他人 我还懒得说呢 白龙说着 不断的擦着手中的这个五品画型的妖丹 仿佛在他眼中 林凡鼠山传人的身份 还比不上手中的这枚妖丹 林凡唯唯摇头 这家伙还真是 不过也对 严格来说 白龙就是个怪胎 明明是个普通人 却有用妖丹召唤妖怪的实力 相比之下 白龙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鼠山传人 在历史上虽然稀少 但偶尔也出现过 反而是白龙这家伙的身份 历史上还从未听说过有谁拥有这样的能力呢 林凡赶紧给这些孩子松绑 取下他们的眼罩 这些孩子被吓得够呛 不过看到是林凡 倒是没那么害怕了 最起码白天的时候 林凡给他们送了很多东西 在这些孩子的眼中 林凡是大好人 而且还是来救他们的 没事了 都吓到了吧 走吧 林凡摸了摸这些孩子的脑袋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第四百四十张远总 林凡和白龙带着这些孩子 往仓库外走去 林凡看着一旁 拿着五品化形腰单 乐不思蜀的白龙 吐槽道 我说你这家伙 刚才打起来的时候 躲哪去了 就你手中的那个猪腰鞭 杀那只妖怪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吗 白龙一脸高手风范地说道 若我出手了 哪还有你装逼的机会 年轻人 得懂得感恩啊 感恩个锤子 林凡踹了白龙屁股一脚 回头那个妖仙洞派人来 有你顶着 那没问题 我告诉你 使劲折腾 来多少妖怪我收拾多少 刚好嫌这一颗腰单不够用呢 白龙使劲地点头起来 顿了顿还说道 另外那的老祖宗 你说是什么境界的 白龙双眼中 全是感兴趣之色 林凡心中的好奇也油然而生 之前听童玉韵话中的意思 这妖仙洞或许并没有自己 所想想中的那样简单 整个阴阳界中 谁不会给十方丛林几分面子 林凡心中怀着困惑 和白龙带着这些孩子 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楼下 王国才和金开元早早地 已经等待在楼下 待车开到后 看着孩子一个个安然无恙地 从车上下来 金开元旋找的星彩落下 他冲到这些孩子身边 不断往这些孩子身上打量 赶紧转两圈 我看看 丢啥零件没 放心吧 林凡在一旁 笑着说道 完好无损地给你带回来的 谢谢 金开元看向林凡 说道 大恩大德 我真是无以为报 金开元看向这八个孩子 你们几个小子听好了 未来一定要好好的去学本领 要是以后有了出席 一定要记住林先生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才是 这些孩子一个个点着头 他们是懂得感恩的 金开元坑蒙拐骗的赚钱 供他们读书 也并不是没有原因 曾经 他们落魄时 就只有几个馒头 这些小孩即便是癌饿 也会先将馒头给金开元 想让他先填饱肚子 如果真的感谢我的话 未来在苍剑派中学到本领 一定要将这些本领全部用在报答苍剑派之上 林凡看着这些小孩说道 自己身上有誓言在身 无法以苍剑派弟子的身份 去发扬苍剑派 不能帮到荣云赫 如果这些孩子其中有几个有天赋的话 他倒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帮自己完成这样的心愿 王国才 你现在连夜去租车 然后开车送金开元和这些孩子去苍剑派 免得夜长梦多 林凡对身旁的王国才说道 自己杀死了童玉韵 要先动恐怕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善罢甘休的 这些孩子留下来 反而会使自己有些束手束脚 王国才点头 是 大哥 说着 王国才看向金开元说 走吧 林先生 金开元感激的看着林凡 不用多说什么 到时候 如果你不嫌弃 想要陪着这些孩子 也可以留在苍剑派中做一个打杂的 林凡重重的拍了拍金开元的肩膀 若是有天赋 苍剑派也会开特力招收你位弟子的 林凡顿了顿说 真要感谢 就把对我的感激 用来报答苍剑派吧 很快 金开元带着一群孩子 跟着王国才离去 白龙看金开元的背影 微微摇头 林凡笑着看着白龙问 刚才怎么不找他报仇 白龙撇嘴 我倒是想啊 只不过这王八蛋一个人 带着这么大一堆孩子 倒也听不容易的 更何况 我堂堂的造物主大人 能有这样小心眼吗 你还别说 真有 林凡郑重的点了点头 白龙想要踹林凡 可被林凡瞪了一眼 愣是将这一脚给收了回去 毕竟现在手中不过 只有一个五品画型的腰单 打不过林凡 他心里想着 等自己多收集一点 看谁叫谁大哥 林凡说 我去一趟圆安顺那里 需要我陪着你一起吗 白龙问 早点休息吧 林凡拍了拍白龙肩膀 那些妖怪不敢在城市 大张旗鼓乱来的 林凡明白 白龙开口如此问 是担心自己在半路上 遇到妖先动的那些妖怪 被伏击 白龙点头起来 成 有什么情况 记得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妖人和修士我不敢说 但妖怪 来一个我解决一个 的 有你这句话就成了 林凡点头 然后开车 往圆安顺所在的公司而去 她来到这家科技公司的时候 里面还灯火通明呢 林凡走进公司后 公司站着的一个美女前台便问 先生 您是 我来找圆安顺的 找圆总的 美女笑着点头 稍等 我给您问一下圆总有没有时间 林凡说 记得告诉她 我叫林凡 好 美女拨通电话 低声说了几句后 笑着说 林先生 请跟我来 美女带着林凡来到圆安顺的办公室门口 轻轻的敲了敲门 随后推开门说 圆总 林凡走进去后 圆安顺穿着一身西装 手中拿着一只雪茄呢 圆安顺挥了挥手 美女转身走了出去 坐 圆安顺哈哈笑道 喝点什么茶 林凡坐在沙发上 这个点 你还没下班 下什么班啊 圆安顺说 孤家寡人一个 回家也冷冰冰的 加班拜 林凡看了一眼圆安顺桌上的那些资料 忍不住问 圆总还真把自己当成科技公司老总 天天忙碌公司的事情 圆安顺嘿嘿笑道 瞧你说的 每天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十方丛林看似庞大 其实也挺清闲的 一些小猫小狗 根本用不着我们出手 当地的世家就解决了 真遇到问题的时候 又有你们下面的巡查时解决 让我出手的情况 屈指可数 圆安顺说着 抽了一口雪茄 随后指着冰柜 来一根吗 这烟还用冰柜冻着 林凡好奇的问 圆安顺道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 雪茄是需要保持恒温的